这个视频我会做MRSM paper1 ok so ok 还没有start之前 我想讲一下 就是在你们那个白色的set里面 是有 SBP set MRSM set 还有我有加到一个set 是那个Skola Agama的paper2 对吧 然后那个Skola Agama的paper2 其实我已经 放上去了 ok 我已经 我做的上一个视频 就是那个Skola Agama paper2的 所以我是打算啊 拍多 拍买这个再拍多一个video就算了 也就是说 for那个白色set的 我会拍 SBP paper1 MRSM paper1 还有Skola Agama paper2 ok 还有我真的建议你们 做那个Skola Agama paper2 因为里面有locos啊 那时候在class我 讲到一半没有讲的 那个motor insurance的题目 我也是放了上去那个video 所以你们可以自己去做 那一set 那一set是叫SMKA 就是最后面的那一set的 ok 那个白色的 最后面的那一set ok 黄色set的那我已经拍完了 ok 我讲的是另外那一set 我自己加给你们的那个 ok 所以今天我们会做 MRSM paper1 然后 I don't know maybe明天我会放 那个Skola Agama paper1 ok I don't know alright so what about for MRSM paper2 还有Skola Agama paper2 那个你们自己哦 ok 你们自己自己做了 自己check答案 ok 或者你们要拍 来给我看 来 叫我check看对不对也是可以 ok 但是我能做就是 paper1 ok 可是paper2 我也是有放了 只不过我放一set了 我放 Skola Agama的paper2 ok 所以你们可以自己去看 但是是做了先啊 不是 ok 一边看一边抄这样 不能的 一定要自己做了先 然后才去那个set ok ok 来我们过了 我们直接startMRSM这个set paper1 这个是paper1 alright paper2我只会 呃做一set的啦 就是那个Skola Agama的 ok 而且那一set也是 我选择那一set paper2来讲是 呃因为 它有locus啊 又有motor insurance啊 那些东西啊 right 所以你可以自己去看啊 ok 记得用description来找 你要找个题目 ok 呃 这样MRSM跟SBP勒 我可能就说paper1的了 ok 但是你们也是可以问的 ok 你们也是可以问我 ok啊过来啦 alright 来我们start啊 来第一题 round off 35678 collect to 3 significant figures 35678 三个significant figures so 123 然后看下一个号码7嘛 so 7要进位这边 所以这边357 然后这两个 也要变成0这样 right 所以答案是D 我需要没有人圈B啦 ok 我需要没有人觉得就是all street 这个tree significant figures 说这个是B ok 不可能的吗 不可能你35678 然后你进位了 变到357这样 对吧相差这样远 right so答案是D啦 记得这样子也是三个significant figures 虽然后面那个 后面那个0是没有算的 后面那个0是有小数点才算 so其实这个也是三个significant figures B那个也是三个significant figures 但是正确的答案是D ok alright 第二题simplify这个东西 ok这个B有什么好讲啦 就是你要 很 很明白它的concept咯 so rs乘rs 你要记得R 直接跟r乘s 直接跟s乘 这样如果有号码的话 它直接跟号码乘 so r哦 它其实这样子的 r乘s 再乘跟r乘s 这样的意思 然后这个也是 这个它的意思是什么 r乘s再乘跟r乘s ok我这样子写的话你就不会乱了 right so r只可以乘r 这样我有讲过 如果当r乘r的话 power要哪一加 ok base一样乘哪一加 就变r power2了 然后s乘s就一变s power2 ok 再加个这个也是 会变成r power2 x power2 ok 这样你就会有r r square s square 加个r square 随便成r r square ok so 就这样 alright 一起看第三题 list all the subsets of r7 so如果你要写subset 的话哦 如果它有两个 element的话哦 它的subset 会有 呃 呃 呃 它永远都会有 r power anchor subset ok so比如讲 它有两个element 两个element 所以你就r power and 你就放它有多个element 有两个 所以它会认为有四个subset 如果它的set有三个element 比如讲一二三 这样它会有多少个subset 会有r power 三 也就是八个subset 就讲如果你一个一个写的话 会有八个 这样的意思 所以你记得这个r power and的formular ok 蛮重要的 所以其实你知道了 还有四个subset 可是这个它是问你 它要你list出来 所以我们list看看 看它是不是整个有十个啦 所以第一个会是r r 还有7 ok 然后r 7 然后不要不要忘记 最后一个emt set right 所以你看它有四个 所以答案是哪一个 答案是C ok答案是C 我们try看如果还有123 right 所以你可以跟我讲 还有多少个subset 我有八个的话 我给你看到马上 所以来我们list出它八个 so 1 1罢了 或者2罢了 或者3罢了 或者1 2 ok 或者1 3 ok 或者2 3 或者原本的1 2 3 或者最后一个mt set 是不是有八个 123 45678 ok 这个我有四个 还有四个element 就变成16个subset 因为2power4 是16 so 这个2powerm要懂 ok 一起看第四题 which of the following statement is true so 哪一个是true ok vpower-m 这个是错的 我解释一下 这个我也是有在前几个 就是在我解释那个黄色书 trior paper1的时候 我也是有讲到这个 所以 没有相信我再讲一次啦 so power negative 你其实是可以把它变positive 这样变positive 你直接要掉转来 所以这个其实是偶一 所以它其实你是可以把它 放下去 当你放下去变eoV powerm 所以为什么这个错 因为它写eoN power v so 是不可能的 因为base 会依然一样是v的 只有那个power换符号 这个base也不一样的 就错了 然后那个s power e xs power f 这个我刚才讲了吗 你看上面 当你拿r乘r 然后r power2 r乘r是r power2 r加r才是2r 看到吗 base一样乘power是哪一家的 可是如果我给你这样子 r power2再power3 这样子的话 你的power就哪一层 就变r power6 所以我来我们回去 刚才那一题 他讲s power1乘s powerf 这里给我讲power 哪一种吗 哪一家啦 可是他跑去哪一层 所以错了 几时才哪一层 但他是这样子才哪一层 这样子啊 这样子哪一层 来一起看c h power1乘q 是 square root 有一个qh 这个啊这个答案 OK 为什么这个是答案 比如讲我给你2 power1乘3 其实他就是qh qh 这个就是叫punche 如果我讲2 power1乘4 他其实就是4th root2 OK 这样如果power1乘2 就是square root2 可是那个2通常我们是没有写的啦 alright so对了答案是c OK答案是c 为什么不可以是d 因为m power0他讲等于0吗 ok你要你在number base 你都有学过吗 number base还记得吗 from5的哎 from4还是from5 from4 from4 number base 有一个chapter number base吗 是吧 不管什么号码power0 ok 4power0 5power0 6power0 这些全部他码都会等于什么 都会等于1 ok 在number base 你们有动到啊这个东西 所以不管什么号码power0 就是1的 所以他讲m power0 就拖了啊 所以power 不管什么号码power0 都会等于1才对 right 第五题 which of the following is not the properties of rhombus 首先你要知道什么是rombus先 ok 如果你要我解释rombus 我会从square开始解释 我解释了square 解释了 我去parallelogram 然后我才去rombus like square是每一边一样长 每一边都会90度 ok 然后对面会parallel 对面会parallel 这个是一定的 ok 这样如果是rombus ok romb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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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可以这样做的话 所以如果是rombus rombus 这边会跟这边一样长 这边会跟这边一样长 可是他不会四边一样 因为square是四边一样 这个是对面一样长 然后也是不会是90 sorry 我我应该画rombus先 so我应该画rombus先 so rectangle也是90度 90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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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有对面一样长过了 不是四边一样长 然后这样 也是对面parallel 上面跟下面parallel 这边跟这边parallel 所以他跟square的分别是square是四边一样长 这个只是对面一样长 这个只是对面一样长 这样现在我要进parallel ok parallel so你其实parallel 其实就是好像这个线移过去一点的了 上面这个线 所以你移过去一点就这样打鞋了 这样子就变成这样子 这样他是不是不会是90度了 他就不会是90度了对吗 他不会是90度 可是他依然还是对面一样长 对面一样长 可是他不会是90度了 ok but 他的上面下面一样长 两边一样长 ok 不会四边一样长的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他会 对面parallel 对面parallel ok 这样如果是rombus勒 rombus其实就是好像square一样 把这个线移过去一点 上面那个线 所以就变成这样子了 这样你可以跟我讲他的property是什么吗 是不是也是四边一样长 因为他本来就是四边了 这个移过去一点还是四边 他不会有90度 but 他也会对面parallel 对面parallel 这样吗 ok so他讲 which of the following is not the properties of rhombus there are four axis of symmetry axis of symmetry 是对折线 所以a ok 因为rombus其实只有两个axis of symmetry 第一个是这样子 第二个是这样子 可是如果square的话会有四个 一二三次 but 他讲 哪一个not the property of rhombus so rhombus 其实有两个axis of symmetry ok 而且这两个axis of symmetry 它会intersect在 比如讲这个是abcd 它的intersection point 其实就是bd的midpoint 而且是ac的midpoint ok 也就是讲这个线跟这个线 是perpendicular bisector 这个线是perpendicular bisector for ac 然后另外这条线是perpendicular bisector for bd 然后这条线是perpendicular bisector for bd 然后这条线是perpendicular bisector for ok 这条线是bd的perpendicular bisector 然后这条线是ac的perpendicular bisector ok ok b all the sides equal length 对啊 b 它的rombus的all sides equal length 对 c opposite are parallel 对啊这个也是对啊 对面的side parallel the diagonal upperpendicular of each other diagonal 然后其实就是这两条线 我该画的这两条线 diagonal 脚对脚路线 upperpendicular bisector 这个也是对 所以答案是a alright ok我解释一下 我这边有一个照片 那 你看这个这个照片 so你有没有看到这边它写什么 如果是square它会有四个对折线 axis of symmetry rectangle它会有两个不了 对吧 它这样子是已经不是对折线了 ok这个已经不是这个是叫diagonal 可是现在我们只在axis of symmetry 所以它其实是有两个不了 对折线 这个不是对折线的 ok ok然后rombus你看有多少个 你看两个 ok 两个 然后 啊还有其他的share啦 ok可是这个我们是没有用到 so我们是看这个的 所以rombus有多少个 两个 ok这个照片我是从google找出来 ok 所以我希望这个照片再次给你看你会 呃刺激你的头脑 就是你会更加激的东西 就是如果考试出的话 那你会记着这样照片 ok so rombus有两个 不是四个 所以为什么答案是a啦 因为要问你哪一个not the properties bcd全部都对 只有a不对 所以答案是a ok来一起看第六题 a number is chosen randomly from the set of prime numbers less than 10 so you state the number of element in answer space so you state number of element 就是怎样 这个set我先list one other element先咯 so pran number less than 10有什么 2 3 5 7 哎哟是吧 1不是pran number啊 ok pran number呢他只可以背他自己出跟背一出的 所以1不是所以2 3 5 6不是7咯 8也不是9不可以因为9可以出3 10的话他就讲less than 10了 答案咯 so还有你state number of element就是4个啦 只有4个element 在这个set ok 1不可以啊 please啊 如果你到现在还不懂1是不是pran number的话 现在我要你开始知道这个东西 1不是pran number ok因为1咯 他只有一个factor ok他只有一个factor ok这样pran number咯 他是有两个factor 他才是叫pran number 比如讲5 1乘5 所以他才有两个factor 2个 所以他才是pran number 7也是1乘7不了 所以是2个factor 只有两 所以pran number的意思就是只可以有2个factor ok来一起看第7题 which of the following set of all the pairs is not a function 这个我也是有跟你们做过的 好像是在 我忘记哪一set啊 alright 我也忘记是atmax还是max啦 因为这个东西是relevant toatmax的也是 所以 ok我讲一下啦 so function呢有分4种的 他有one to one 他有many to one 他有one to many 还有many to many 这样如果你去textbook找叻 function的那个definition 在textbook有给的 function的definition是什么 every object has only one image 这个是function的 这个是function的definition ok在从textbook的啦 every object has only one image 也就是说one to one yes is a function many to one也是function ok 可是one to many 就not function了 那么many to many 也是not function的 因为one to many 它是这样子的 ok 所以你有没有看到 every object has only one image 你看这个object 还有两个image 所以one to many 这种 因为它的not of function 可是many to one 是function 因为many to one 是这样子的嘛 你看下这个object有多个image 一个 这个object有多个image 一个 so every object has one image so yes啦 ok 所以为什么只有one to one and many to one 是concited function ok 所以 你看一下ABCD 它给你是Dalan Bento ordered pass ok 这个是叫ordered pass 也就是讲 前面是object 后面是imag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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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你可以把它画成 那个aerro diagram aerro diagram 就是刚才我做给你的那个 镜头镜头那一个 然后你看它是属于哪一个 如果它是属于one to one many to one 它就是function 如果它是one to many many to many 它就not a function so它object有什么 有1035 so有1035 so我就在object 就是左手边这边有放0135 然后右手边有0153 然后它的image也是有0135 然后你开始接哦 接去0 0接去1 那看清楚啊 1去0啊 不是0去1 然后这个才是0去1 然后3去5 这样子的 然后5去3 所以你可以跟我讲 这个是属于哪一个吗 one to one many to one 这个是one to one 这个是one to one 对吗 因为它明明是one to one one to one so这个是不是function yes this is a function right 所以如果它是function 它就不是答案了 因为它问哪一个不是function b b这一题呢 它是 它的object有什么 0035 so 03跟5 然后它的image有什么 它的image有 有零 零 一 五 四 所以你可以写零一四五 所以零 零 一 四五 然后你开始接哦 零接零啊 然后零接一 那你已经看到是one to many了 so one to many 对吧 零接零 零接一 三接五 然后五接四 这样子 ok so这个是one to many one to many so one to many 它是not a function not function 对吗 我错了 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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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了它是one to many 所以如果它是one to many的话 它就not a function 所以答案是b啦 因为它问你哪一个not function 就答案是b ok c为什么不可以 因为c如果你画的话 你看它的object 0 134 ok 零一零一三四 它的image 零一三四 也就是讲这个你画出来它是什么 零接零一接一三三四四 所以它是one to one 这样one to one 它是yes 它是function 这样d咧 1去减一 2去减一 你看1去减一 2去减一 你有没有看到 如果你画出来的话它其实是 many to one 为什么我这样讲 因为 它的线会这样子的 ok 因为你看1去减一 2也是去减一 3去减一 所以它是many to one 这样many to one 是function啊 many to one 所以d是function c也是function a也是function 只有b不是 所以答案是b ok 第八题 it is given that find the value of p and q so 首先我会把这个乘进去先 因为看起来真的很乱 你说px加q 等于这个乘进去变成 减十一乘减三是33x 减十一乘二是减22 这个减五也是乘进去ok 减五乘七减三十五 减五乘二x减十x 你可以用你的资料机来帮你 可是因为它们找回来有p and q ok 你看你的equation 现在你只有一个equation 可是里面有p有q有x 所以哦 你不要搬 不要想办法什么搬过来搬过去不要 你因为你一搬就错了 你应该做的是哦 那个左手边完全不要动它 然后右手边也是只是排好位置的 就是x跟x做哈马跟哈马做 然后拿来对比 因为这个是唯一一个可以做到的方法 你不可以搬来搬去的原因 是因为你只有一个equation 而且可是你有一个equation 可是一个equation没有三个啊 所以你怎样搬都没有用了 所以当他当你你不够equation的时候啊 你唯一的做的方法就是 你没有看到这个还是 something x 然后加根号码 所以你这边也是跟着这样子排 x跟x做33-10是23x 然后号码跟号码-22-35是-57 然后你compare啊compare 就是x下面的号码会等于x下面的号码 所以p就会等于23 然后后面的号码-q就会等于57 所以答案是 答案是D 是吗 alright so这个就是他的只有答案 ok 呃我们一起看第9题啊 ok等一下 嗯 ok ok ok来一起看第9题 Divian one chose a regular pentagon 你看这个超喜欢问的 他不是alright 每一题都是至少会有一题是用这个字的 regular 而且我也讲到已经很累了 ok 我敢讲你你已经知道我要讲什么了 就是如果你有做你有看我之前的video so regular是什么ok regular pqrst regular的意思是什么 一样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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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如果他一样长的话你可以跟我讲他每一边的angle 是不是应该也是一样 因为每一边一样长啊 所以每一边的角度也是一样啊 这样怎样找每一边的角度 呃108 ok会是108 为什么我会知道因为我背了ok so你可以用sum of interior angle的formula sum of interior angle的formula sum of interior angle的formula是什么 n-2x180 interior angle就是里面的angle ok sum就是加起来 就是里面的angle全部加起来 然后这个an你会放还有多少个sum 它有五个sum ok bendable就是五个sum 所以你要按5-2x180 你会拿50 可是这个540不是每一边50 是 它的sum of interior angle就是每一边的加起来50 这样因为它是regular 所以你会拿50除5 所以是108 这样如果它不是regular 你就不可以除5了 对吧 可是 所以即使它不是regular 它的sum也会是50的 只不过你不可以除5 因为它每一边不一样 这个可以因为它是regular 所以每一边都是108 这边也是108 这边我不会写 因为它有个线顶着 但是没有像景 因为我知道它是108整个 可是我不会写啦 ok 可以找到这两边吗 可以啦 这个是一个等摇三角性吗 然后找了这两边之后 我不是知道了这整个是108 我在哪108-上面不是然后下面 ok 怎样找这两边 这个是一个等摇三角性 是一个isoculus 所以你可以拿180-108等于它再除2 所以我们按一下180-108等于除2 36 原来这边是3636 这样我刚才不是讲的整个是108 这边整个也是108 我是不是可以拿108-36来找这两边 所以当我按108-36的时候 我就会拿到72 72 72 这样我是不是可以找到X 因为它能找X加Y吗 这样我先找X先 怎样找X 这个是一个直线的 你知道吗 so total一定是180 so x其实是什么 180-72再减掉36 所以当你按这个出来 你会拿到这张 ok 我按一下 72 72 ok 原来X是72 so x是72 可是你还要在找Y 怎样找Y ok 你该知道了这边36 有没有看到这个也是一个直线 so可以找到另外一边吗 可以啦 180-30 so like 一起按180-36 144 ok 这样这边这边可以找啊 也是可以啊 因为这个是一个直线啊 so 180-50-108 是吗 是吗 so你会拿到 我按一下22 ok 22 然后最后可以找到Y 的话是吗 因为Y是在一个三角形里面 就拿180-144 再减22 然后你把这个按出来 你就找到只有答案 right so 180-14 ok 原来X是72 Y是14 它要你找X加Y 所以你会拿72加14 答案是86 ok 这答案是C ok 我们一起看第10题 Express 254 base6 as a number in base9 如果一个号码要从Base6 换去Base9的话 是没有short cut的 你一定要换去Base10先 才换去Base9 ok 是这样子的吗 它的step是这样子的 ok 它是要换去Base10 这样如果我要Base6换去Base10 我就直接换 它一定要这样子啦 ok 所以它一定要经过Base10 可是如果我讲Base8 变去Base7 也是一样啊 也是要用X的方法 变去Base10 再用除的方法 换去Base7 就是那个成加的方法 这个是用那个除Remender的方法 ok 可是Base6换去Base9也是一样啊 对吗 你是用成加的方法换去Base10 才用除Remender的方法 变去Base9 ok 好 这样如果我要Base5换去Base了 这个就用成加的方法 就可以直接换去Base了 ok这样的意思啊 ok来我们一起做Base6 是254 Base6 254 Base6 可是我要换去Base2是吗 所以我会用成加的方法 因为你是Base6换去比较大的Base 就是Base right 比较小的换Base 换去Base的话是用这个方法 这边写6刨0 6刨1 6刨2 然后乘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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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乘乗 乘乘乘乘乘乘乘 6伸5是30 6跑20其实是1的 乘4是4的 你可以用你的计算机来帮你了 72加30加4 是107 不对 72加34 106 sorry 可是这个106是答案呗 我能不能直接去圈B 不能啦 不能这个那答案那也是B 不要乱乱来 这个106是Base OK 我要Base9 所以答案不是B 不是B OK 你还要在做什么 你还要在 换去Base9 你这样子做叻是换去Base10的方法 你要换去Base9要怎样 现在你106是Base10 你就可以除9 因为你是Base10换去比较小的Base 所以你会用除的方法 然后这边你会写它的Remender 所以919是生16 然后再919 Remender7 然后919Remender2 然后9000里面的E 然后从下面读着上 所以答案字底 OK 来 第11题 What is the best way to reduce the investment risk? OK 当我们做这种题目的时候呢 我们只可以选最logic的答案 或者最make sense的答案 最有logic的答案 OK 然后你哪一个可以降低风险 降低投资的风险 investment risk OK So A 他讲什么 Use personal loan to invest 意思就是 自己借钱来投资 OK 然后B Use cost averaging strategy OK C Invest in company shares D Diversify investment portfolio 所以哪一个是最make sense的答案 最有logic的答案 然后哪一个是best way to reduce risk 就是降低风险 OK Use Use personal loan to invest 其实是不会降低你的风险的 OK 因为你只是 就是你借钱然后来invest啦 借钱来invest 可还是你用你自己钱的来invest 能降低到风险吗 OK 我不要讲不能 但是 他问你哪一个是best way 所以其实 我觉得A不会是你的答案 Use cash cost averaging strategy OK 你可以 就是 smart一点 就是不要啊 就是average 看哪一个比较cost 比较好一点 还是什么average 可是降低风险的话 不是最好的方法 OK Invest in company shares 这个也是不会 不会降低你的风险的 OK 他会 可是他也不是the best way 其实答案会是D啦 OK Diversify investment portfolio 呃 因为 Diversify investment portfolio的意思就是 你 收集一大堆 关于investment的资料 OK 然后选最好的咯 OK 所以 当他问你best way to reduce the portfolio 答案是D啦 OK 答案是D 会好过ABC OK D这个method会好过ABC 通常这种题目哦 你就是只是选最make sense的答案就对了 OK 呃 以前我做那个什么 黄色set的时候 也是有这样的题目的 OK 然后我们就要做的就是选最make sense的答案 OK for 这个D是the best way to reduce investment risk OK OK 来我们一起看12 OK 12这一题啊 如果你不看这答案做嘞 你是做不到的 OK 一定要看这答案来做 OK 做paper one的时候一定要看这答案来做 OK OK 来table one shows working step needed to make m as the subject from the equation这个 so他讲3-mp等于m over q OK 然后we shall the following order would produce 这一个 OK 就是讲他要跟着哪一个顺序 so有ABCD 哪一个顺序啦 跟着哪一个顺序它才会变成 这一个 right 呃 so for 这一题啦 我建议你们呢看这答案来做 right 一定要看这答案来做 所以比如讲A他讲什么 A他是让你跟着这个顺序 就是T 然后Z T Z Y U B X 你要跟着OK 他是做提前的 所以我们就一起跟着他的step 说看他是不是拿到这个 如果拿不到就不是的 不是答案 拿到就是答案 所以做提前 multiply both side equation with q 就是全部拿一层Q 乘Q 乘Q便3Q 乘Q便MPQ 乘Q 那个Q跟Q 割了就剩m OK 然后做了T他讲做Z 做Z Z是multiply both side with-1 全部拿来乘-1 所以全部换符号的意思啦 换符号 这个也是换符号变加 这个换符号变-m OK 然后做了Z 做Y Y是什么 add MOQ to both side equation so每两边都要加MOQ so-3Q加MPQ 再add MOQ就加MOQ 在左手边 然后右手边也是加MOQ right so这个是step Y OK做了Y他就做U U是什么 subtract3 from both side OK 我们其实已经知道这个是错定了啦 对啊 因为 OK 我做了OK -3Q subtract就是减的意思 两边都减3 OK这边减3 另外一边也是减3 alright 然后最后一个step 啊不是最后啦 就是V factorize M on left side 就是讲哦 M拿出来factorize 可是你有没有发现到根本就拿不到出来M from left side 因为减3Q没有M 减3也没有M 他一定要每一个left side的每一个哈马有M 你才可以factorize到M on left side 所以其实A已经confirm不是啦对吧 我刚讲你做到这一边啊 做到这一边啊你就知道something wrong了OK 所以A其实不是你的答案 so我们就讲 我们就插reset reset 重新来过 重新来过 然后我们pry with B的啦OK so B的我会做 呃 做在这一边 so B的是什么 so也是从同一个开始啊 就是这个三减mpe OK 等于M over Q 然后我们也是做什么 因为他说你wish of the following order would produce 这一个嘛 所以你跟着这个order看 你跟着这个顺序看 t先 t是什么multiply both side with Q so全部呈Q ok try看看啊 3Q-mpq等于M OK 然后那个是体 OK Y Y是什么 add moq double side ok他一直在讲 我就知道是错了 OK 他的下一个step都没有logical 3Q-mpq等于M so add moq double side so两边都要加moq so你知道这个也是错了 OK 因为你现在是要找M 然后你看你是要找M so你 你做的那个step是很奇怪的 ok ok没有信心 我做完给你看z multiply both side with negative one so全部成negative so你看已经越来越不make sense了 so 全部换封号的意思 ok这个是-m ok 然后他又讲u u是什么 subject tree 根本subject tree了 subject tree又factorizeM on left side v是subject factorize嘛 可是你们看到left hand side根本就factorize不到M so其实b也是不用看了 因为b不是答案的 ok 这样我们做c ok so 假设他是c的话 so我们也是从同一个开头 就是这个3-mp等于moq so3-mp 等于moq 可是如果是c的话他是做什么 做u先 所以做u先 ok 插掉 ok 插掉 插掉 这个也是插掉了 你都知道这个不是答案了 all right 做什么先 做u先 u是subject tree from both sides 啊这个就相干一点了 subject tree嘛 ok 2边-3 3-mp-3 等于moq-3 也就是讲你会弄 那个3跟3会变0 就变-mp 等于moq-3 然后 才做z z是multiply both sides negative one 就是全部成negative1 就是全部换法 mp-moq-3 ok 这样子ok 然后y y是add moq to both sides 这个make sense啊 因为你当你加moq both sides哦 所以你左手边会加 这个是加的 不是等于 so你 both side啊 你的left hand side会加 就变成mp加moq 另外一个side也是-moq加3 你也是会加moq 因为他讲add moq to both sides 你们要-moq加moq就变0了 alright 然后呢 然后是t他讲是什么 multiply both sides with q 那这个也是有logic啊 因为你multiply both sides with q哦 他就变到没有fraction了 就变成乘q就变m 乘q就变Qmp 然后这个跟这个已经够了 他已经变0了 就变3q这样 然后呢 v是什么factorize m on left side with equation so可以factorize到m啊 可以啦 因为你看这个有m 因为他讲on the left side so on the left side真的是factorize到m 就剩下1加qp等于3q对吧 因为你是 呃 什么 你是factorize m on left side嘛 so两个都有m so可以factorize到哦 然后最后一个step是 ok v已经做了哦 就是factorize m 然后到最后一个step是x x是什么 divide both side with pq加1 ok我想讲pq加1咧 跟一加pq是一样东西啊 因为你想一下 一加pq啊 q乘p跟p乘q是一样的嘛 所以其实就是一加pq了 这样一加pq跟pq加1 是不是一样东西 一样啦一样东西啊 所以这个其实是pq加1等于3q 然后他讲divide both side with pq加1 so divide 两边 所以这边会除pq加1 这边也会除pq加1 然后你们看到这个除了pq加1 跟pq加1就剩了 就剩下n等于 所以3q over pq加1 然后你们看到这个 跟这个是match的 知道吗 m3q over p加1 答案是c ok d那个不用看了啦 不是答案了 怎么 因为d那个他第一个 是subtractory ok subtractory subtractory 所以是跟c的第一个step一样啊 so跟c的第一个step一样 so是跟这个一样 可是他下一个是做y 就是addm oq 哎呀讲addm oq 你addm oq哦 根本就普通不到 因为如果你m oq 就又再加m oq 就变 就变 2m over q 了耶 然后左手边就是push了 答案是c ok 来 第13 calculate the range range的formula是哪 maximum-minimum value 这个是measure of dispersion 这个chapter 而且是ungroup data的这个 so你可以看到最大的号碗是131 最小的号碗是100 当你拿131-100 你就会拿到31 所以答案是d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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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14 solve 这个东西 abcd alright 怎样solve ok他给你3x加7y的5y-3x的6 so其实你可以形成两个equation 第一个是3x加7y的6 然后还有另外一个是5y-3x的6 对吗 因为他讲这个跟这个跟这个全部都是等你嘛 so你就3x加7y的6 5y-3x的6 然后你可以 你喜欢你要用metrics method也可以 或者你要用elimination substitution method也可以 ok so我会怎样做 我会直接用本哈波散 我会用elimination那个method 为什么 因为你看到这个是xy号码 这个是xy号码 可是这个还没有排好 so怎样排 -3x加5y等你6 便给他那个这样 把它排好来 就是xy等你号码 然后你可以把这个直接transfer过来 -3x加5y等你6 因为他的那个号码已经印象了 三个是-3 然后你拿一加 ok 因为你拿一加的话 他就可以直接hardpost不见掉了 7y加5y是12y 6加6是12y的1 所以答案不是a不是c不是d 答案是b ok 但是为了呃 证明他真的是b 我会我会继续做完 -3x加5y等你6 y放1 -3x加5等你6 -3x加5 丢过去变5是1 x是-1 没有我3 所以答案真的是b ok 因为这个乘减3 翻过去变除减3 嘛 所以x就得1除减3 然后我没有讲过这个negative 啦 其实是写下面了是吧 可是其实你要写上面也可以的 ok 写中间也可以 这个这个这个 全部都是一样东西的 ok negative fraction是可以 是你喜欢写上面也可以 下面也可以写中间 可是你不要两边都写了 ok ok 因为它negative就是 ok 这上面呢它也可以是下面 来1.45 Dragon 2 shows a dot plot 这个也是measures of dispersion but 是ungroup data的 dot plot呢 是ungroup data的 ok 也就是讲它是比较容易的 ok of the number of books read by members of Permata Book Club in the year 2020 number of books 这个blablabla so 我把它画成一个table 你就会更加的明白了 ok so这边有个table 这边table ok so 这个是number of books read by members of Permata Book Club 也就是讲 这个是读五本书 六本书 七本书 so number of books read read so number of books read ok so有五本书 so读五本书的有两个人 读六本书的有三个人 然后有七本 八本 一大堆 ok 然后这些dot呢 所以其实是frequency的 ok frequency是什么 就是有多少个学生 so有两个学生是读五本书 读六本书 so有三个人 七本书有一个人 八本书有一二三四五个人 然后and so on blablabla ok 这些其他我没有想 ok 25%of the club member read less than n books find value of n 什么意思 25%of the members read less than n books 这样我是不是可以拿25% 就是25我100或者一四分之一 乘跟他的total frequency 因为你的total frequency就是total club members 对吗 total club members ok 不是乘跟total number of books read 你不要跑去拿5加6加7加8 不是那个是number of books read 他是25%我的club members so 这个club其实有多个人 1234567890 所以121314151617181920 所以当你这样子拿的话 你会拿5 也就是讲 ok 5 club members 5 club members read less than n books 这个时候可能我们会心急 我们会以为答案是A 对吗我们就5个答案 答案是5 ok不是啊 看清楚 25%of club members read less than n books 当你拿25%乘20 你只是找到25%of members罢了 他要你找的是多少个books ok 因为n是books so so现在我知道25%of club members 是5个members so 5 club members read less than n books 5 club members read less than n books 5 club members read less than n books 5 club members read less than 7 books ok 看一下我的table 这个是2吗 2加3是多少 是5啊 是5啊 so你们看到5个members read less than 7 books ok 因为less than 7 books的是6本跟5本啊 so 5 读5本的有2个 就读少过7本的有5个人啊 ok 你不make sense啊 如果你全A 因为如果你全A哦 呃 他就就变成5 club members read less than 5 books 可是 less than 5 books的是0 是0 没有人没有人读少过5本 6也不可以 因为read less than 6 books的人 只有2个人罢了 read less than 6 books的人 只有2个人罢了 read less than 7 books的人 有3加2 有5个啦 ok read less than 8 books的 有一加3加2 是6个人 so 你要make sure他是5个人 所以答案是行 ok 讲完了 来 let's go 16 It is given that ABC就是我 甚至ABC points on circumference of circle to center of cognitive OAC ok我一开始看到这一题的时候 我也是 整个 ok 蒙掉 整个stun掉 standard ok 不懂要讲座 ok 但是 其实你要画 ok 这个其实你要画 不然你很难imagine到 ok so 我一开始做的时候 我是这样子 我画一个 我画一个ABC 可是啊 因为他讲ABC points on the circumference circumference 就是relate down 就是那个圆圈的那个边 所以我一开始画是这样子 我这样画 然后讲ABC是95 然后我就随便选3个point 当作是ABC ok 然后我就这样子A去BB去C这样 ok 然后make sureABC是on the circumference 就是在圆圈旁边的这边写95 with center ok有一个center 然后 calculate OAC 可是这个 diagram是错的 ok这个 diagram是错的 可是我要解释给你啊 为什么错 然后我就这样子画 ok so ABC是95 这样子然后这边有一个center在中间 然后还有你 calculate OAC 所以我做什么你知道吗 我就在这边画一个线 画一个线 然后把这两个线当作一样长 ok 他都是一样长吗 因为这个是center的 就是radius radius 然后我在这边再接一条线 然后你们看到他就变成一个等摇三条线 可是你还没有那个线之前 你要知道 如果这一 如果这一边是这样子 这样子这样子 这个是x的话 这边会是2x的 angle at center永远会大过 然后旁边的angle 永远会是angle 旁边的angle乘2这样 ok so 我还是解释一下好一点 alright so如果还有圆圈的话 然后还有一个这样 alright 然后这边是x的话 这边会是乘2 ok 可是他一定要动到动到这样子 ok 然后还有另外一个是 如果他是这样子 你可以想象这个point移上去 然后这个point移上去 所以当这个point移上去 所以当这个point移上去 你可以跟我讲 你的point就变来这边了 这个point就变来这边了 这样你的那个线就这样 就移为止了 所以然后就会变成 这一边是这样子了 然后你的center是这样 所以你们看到你的x已经是变大了 然后你的2x也变大了 所以其实这个红色的我要讲的就是 如果他是这样子 这样子这样子这样子的话 right 然后这边的话 这边是x的话 这边会是2x这样的意思 ok so你是要知道这两个东西的 你才可以做到这一题 right ok你有没有看到如果这边95 我可以找到这边 我拿95乘2对吗 so我按一下95乘2 190 可是你有没有发现到 如果这边是190哦 是没有logic的 因为你看一下 他要你找oac 不是aoc 所以你有没有看到哦 你的aoc哦 你已经知道了这边是190 这样你要找oac 你是不是应该要画一条线这样子 然后这个还是你要找的angle but等一下 这个是一个三角形 三角形 每一个angle加起来应该是180的吗 那你可能是190 so 你不可能这个是190的 因为三角形全部加起来三边都是180 所以你的angle不可能会有190出现 所以我这个diagram是错的 ok 我这个diagram是错的 所以我要插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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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就是讲哦 我的abc要怎样画呢 ok 我留在这边 我的正确的abc要怎样画 我的abc要这样子画 呃 我想一下啊 嗯 也就是这个是center ok 然后这个是a 这个是b 这个是 c 他会这样子哦 然后他会这样子 这样子 ok 不可以不可以不可以 不可以不可以不可以 他要应该是要这样子哦 是吗 所以这个是a 这个是b 这个是c这样子 然后这边是95 95 啊你要这样子画才对 然后这个center他会 他不会 呃这样讲 他会过了这条线之后 他不会在这个triangle里面 ok 因为如果他这样子在那个triangle 他这样子在triangle里面的话 他就 他就傻了 他应该是这样子才对 这样子95才对 然后你可以自己自己接一条线来o 自己接一条线来o 然后你们看到这个跟这个是一样的 如果这边是x 你来乘2 你去拿另外一边 so ok 是不是可以拿95乘2 这样拿外面这一边 所以拿95乘2哦 你就拿190 那这样子就make sense了啊 对吗 因为你看这个angle 没办法是 optuse angle ok 哎 不是optuse 这个是已经是reflex angle 就是讲他是quadron 3的angle ok 所以这样子才有logic啊 这样子才有logic 这个不可能是190 可是这个有可能是190 然后他要你找aoac so oac是这样子 oa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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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会找到170 可是170是 这一边不了 170是aoc 我要oac so我不要aoc so我还我 因为这个是一个isoster so我给你拿180-170等于了再除2 ok so 180-170 再除2 so 180-170是10 10除2是5 原来这边是5degree 这边是5degree 所以答案这里 ok 这个就是他的做法 ok来一起看第17题 ok 我想要查掉了 没想到留着 好 so这个是他的刷案呢 express这个东西as a single fraction in the simplest form ok 他有25-4p square over 18pq ok 这个除 除 嗯 其实我可以这边承诺啊 承了就掉转到4p 有4p的 因为等下如果你要换去single fraction in the simplest form 你反正这个东西你就是要一起做的 就是你要可能交叉的可以割掉 可以要可以割的你要你要割掉上 所以你再换去乘是最好的 ok 然后你可以看到现在其实是暂时是割不到 ok ok 4p跟18pq可以割 可是这个其实你可以factorize看到吗 25可以变去5square 4也可以换去2square p square 然后over跟18p ok这个直接割了他 这p跟p割 4割了是剩2 18割了剩9 所以我可以直接写什么 我可以直接写 9q 那个18p已经够了 然后乘个人 上面剩2不了这边 然后4p割的时候也可以factorize 怎样factorize ok这个是拿出来的factorize 就是拿2出来 4跟4可以拿2出来 就剩2p-5这样 然后这边就会剩什么 ok我这样子把全部换去square square square 的原因是因为他可以变成5-2p 然后5加2p这样 ok 可是你要这样子变一个-一个加 你要make sure每一个都要换去有square 包括那个4也换去2square 你才可以这样做 然后over9q再乘根 哎这边也是可以割哎 就剩下1over2p-5了 是吗 ok有没有机会再割 这个2p-5跟5-2p 可以割到吗 这个这个2p-5跟5-2p可以割吗 不可以啦 当然是不可以啦都不一样 ok 这样怎样 割不到哎 so怎么办 ok当我们遇到这个step哦 他已经factorize不到 了他 你就直接拿上面乘上面 下面乘下面 因为他割不到我这个这个2p-5跟 5-2p是割不到 这个是 你知道这个是什么吗 这个是-2p加5 然后这个呢 这个是2p-5 你看他们一样的东西啊 不一样啊 所以他们不可以割 ok 他们不可以割 这样你要怎样 没有可能你要插完全部再重新做一次吗 呃 也是可以插完做一次也是可以 但是我what we can do 是我们可以 呃上面乘上面 下面乘下面这样子 ok 就会拿我就会拿到上面乘上面就变成5-2p-5加 2p-5 2p-5 然后over q 再乘根2p-5 ok ok 这个时候我就看到ABCD 哎 没有答案呢 怎么办 没有一个是跟这个一样 可是这个又跟跟不到这个 所以怎么办 ok 来 我讲你们 我我需要位置 所以我把这个擦掉 那 这个很重要啊 ok 有什么方法可以解决这个东西 这样既然我知道这个呃 5-2p跟2p-5是割不掉吗 可是要怎样把这个变可以变可以变到卡可以割掉 就是哦 你是不是这个5-2p 你只需要加一个negative他就可以割掉了 因为你加一个negative他就变成-5加2p了 然后-5加2p跟2p-5是一样的 所以只要这个5-2p跟这个2p-5啊 只要有一个negative在前面他就可以割掉了 也就是讲我可以做什么呢 我可以把这个25-4p2啦 变成-25加4p2 over-18pq 然后除变成4p5 4p-5 OK 你可能会问哎 可以这样子的呃 可以这样子喜欢喜欢这样变的呃 可以啦 看这看上面 一起看一起看一起看 那刚刚我不是跟你讲 这个negative 你要写下面跟你写上面跟你写中间是一样的 可是你不要两边都写 OK 也就是说如果我给你 negative 2 over b加c 这样他另外一个版本是什么 2 over 那个negative你可以写下面吗 然后你也可以成立去变成-b-c 也就是讲你会换符号换符号换符号 get out -2变2b-b-c-c 我们再try多一次 3d 加1 等1 negative 2f 所以另外一个版本是什么 直接换符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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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部换符号 变成-3d 1 加1变-1 然后-2f变2f 那这个呢 就左手边这个跟右手边这个是一样的东西 不嘞 因为那个negative你是可以写上面 你也可以写上面 对吗 这个negative我一开始是写在下面吗 可是你也可以写在上面的 就变成-3d-1 over 2f 因为那个-写上面 所以 get out get out那个point 所以你可不可以跟我讲 这一个啊 下面 回来这一边 这里 ok在这边 这个他的另外版本是什么 是不是换符号换符号换符号 25-25 -4p square -4p square 18pq-18pq so boleh 这个东西 跟上面这个是一样东西 ok 然后现在我就开始做 然后现在他肯定是可以get out 因为-25加4p square 我其实可以把这个4p square写前面是一样东西啊 这样子 然后这个可以get outp跟p个 4跟-18 所以4个了是除2是2啊 18除2是9啊 所以是剩-9q so over-9q 再乘根2 over ok这个4p-7 我有讲到是可以factorize的拿2出来 所以拿2是剩p-5这样 然后2就在跟上面的2个 这样这个变了去4p square-25 是不是可以变成2 squarep square-5 square 再over-9q 乘根1overp-5 对吗 然后2p这个全部你往上给他有square了 你就可以开两个挂回来吗 就是2p-5 2p-5 一个-一个夹 ok 再over-9q 乘根1over 诶 是一个 ok这个2不要割会好一点吗 因为如果我割了的话哦 ok sorry 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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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我想问这个4p-6 当我拿2出来是剩什么在里面 4p除2是2p才对吗 然后4除2是-5 ok我写了那个2了啊 ok我写了那个2了 然后 2再跟2个变1 然后2p-5 对了我只是写了那个2了 ok 好 so现在就变成 2p-5 2p-5 然后这边是2p-5 然后我可以看到 可以割了2p-5 这个可以割了一样了吗 然后上面层上面下面层下面 2p-5 等于-9q 所以这个是你的答案 2p-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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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可以拿C啊 也不可以拿B啊 也不可以拿A啊 答案是B才对 可是你可能会讲 哎 狗狗不一样 哎我讲了啊 这个negative你要写下面也可以 你要写上面也可以 所以你可以跟我讲这个答案的另外一个版本是什么 那这个negative我是写在上面的下面的 所以我是不可以写上面 也就是讲我会换符号换符号换符号 -2p-5 这个跟这个是一样的东西 看到吗 答案是D ok so 不可以是C啊 你不可以Long Modify C这个是2p-5 -9q 他这个有negative的 ok 所以答案是D的对 所以我希望你们明白 来18 negative shows two circle with center p and r respectively q is the midpoint of pr ok这个重要 q is the midpoint pr ok这个我label不到啦 暂时因为它太多信了 我label的话就很乱 但是我要记得这个东西 q是midpoint su是8cm su8cm rt是3cm ok这个我可以写一个3这样 然后他讲su是8 ok 你有没有看到他这个小线 从中心打率是90度 所以他其实是一样长一样长 ok 所以也就是讲你可以写 4cm4cm ok8除了4 ok 然后他又讲find the radius of larger circle 这样 будет 屋检有多细 哪个是 yell Dur 哪个是Larger circle比较大的 这个啦 比较大了 比较大的 这样比较大的 一次中心画是P 所以还要你找他的radius 就是讲 从P大列去这边是radius 这边也是radius 这边也是radius 这样啊 就要找这个 找这个的长度 可是你 我不会大列去这边 OK 因为你大列去这边 朗松没有资料 你可以P大列去R 所以其实 还要找radius的意思 其实还要找PR的长度的意思 OK P到R就是 大大的circle的radius 可是P到R的长度 我都不懂是多少 我只是懂这边是3 然后这边我也不懂 这边我也不懂 如果我懂的话 我就可以拿3加这边加这边 可是我不懂 说怎么办 OK 用小的那个circle来帮你 你有没有看到 这个是四线 就是三线 就是90度 然后你有没有发现到 其实我可以找到 小的circle的radius 看到吗 小的circle的radius 因为你看这个 90度三角形 这个是三线 就是四线 这个我是不是可以拿square root 3 square加4 square 我就拿到square root25 然后我就拿到五线 原来小的circle的radius 是五线 就讲这边是五 这边是五 这样RQ Q其实也是五啊 因为RQ也是小的circle的radius 5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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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也是五哦 可是可是 这个是三 这个是三 也就讲这边是二了 是吗 然后他讲Q is the midpoint of PR Q is the midpoint of PR Q is the midpoint of PR 如果你们有没有看到QR其实是五线 看到吗 二加三是五 所以这边也是五哦 这边也是五哦 这样我的radius of 大约的circle就是PR是不是五加二加三 是不是答案是不是水 对 就这样讲完了 19 let's go 4cm 4cm 表现了地图 树 建造成 Nazif 在他家里 对 对 对 所以上面这行没有给到什么重要资料 所以我直接不要看它啦 对 parallelogram JMNQ is the swimming pool area parallelogram JMNQ oh!这个 swimming pool while the rest of the area is the flower planting area the rest of the area 这个情色了 flower plant flower planting area given that the area and perimeter of parallelogram is 72m2跟38m oh!有给到你两个知道 area of parallelogram 72m2 还有 perimeter of parallelogram 38m 可是是of parallelogram 不是整个 只是parallogram area of parallelogram 72 还有parallelogram find the total area of planting area 無端端给你area of parallelogram parallelogram 找area of planting area 这样做 如果你要找area of planting area 你是不是要拿area of三角形 再加area of trapezium 因为这个是一个三角形 这样三角形的area 是不是要拿一偶二乘八 再乘跟它的高 这边 可是这边我没有 对吗 然后上面这个trapezium 一偶二乘跟 ok 这个trapezium是躺着的 所以你会拿这一边加这一边 然后写进来 然后再乘跟kl 这个长度 可是没有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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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也没有什么都没有 so 根本就做不到area 这样讲 啊 所以他在给你这两个资料啊 就是来帮你的啦 他给你area 所以你应该做的事先找完这些长度先 然后你才可以做 找他的area of planting area 这样怎样做 用他给你的资料啦 他给你什么资料 area of paragram 72 ok 我跟你讲一下area of paragram 是怎样做area of paragram 其实哦 你只是拿他的base 成跟他的hide 可是他的hide不是拿打字 也是拿打字的hide right so这个是area of paragram的formule ok base成hide ok如果你不知道area of paragram 讲找的话 这样现在你知道了 因为现在我跟你讲了 ok 所以我是不是可以拿我的base 当做是mn 然后我的hide 不可以拿打鞋 我会拿打字的这一条 然后你们看到打字的这个hide 其实我懂是8m 所以哦 其实如果他讲area of paragram 是72m 其实就是讲base 成hide是72啦 然后我的base 我是用mn来 当做是我的base 然后成跟我的hide 打字的hide 是72 这样我就知道mn其实是72除8 是不是9m 原来哦 mn是9m 所以我可以插回这个 插回这个我就可以在这边写什么 9m 然后这边jq也是9m 因为paragram对面是会一样长 ok 然后 他又讲parameter parameter是38m so parameter 可是不是整整片的parameter 只是parameter 这样parameter他只有四边 有没有了吗 9加9再加这两个是吧 所以我可以写什么 虽然我不懂上面跟下面是多少 但是我知道他们会一样长的 所以我是可以把它当做是xx这样 right 什么来当做都可以啊 然后把它当做x就变成 9加9加x加x 就可以38 然后x加x是2x 9加9其实是18 然后18丢过去是-18 38-18是20 x就也10 原来这个是10 这个是10 好 right 所以其实我可以 擦掉 直接写十米的10米的 ok 可是他最后要你找的是 flower planting area的 呃就是 青色的那个area 青色的 ok不是蓝色 如果是找蓝色area我都懂了 其实ok 可是他就是要青色的 说讲找 我首先要拿area of三角星先 可是讲找area of三角星 一偶尔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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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不懂哎 可是现在可以找的 因为你知道了这个是10 这个是8 所以我是不是可以用bidegless theorem 10 square-8 square 对吗 因为这个是一个90度的 所以这个是 这边你有了长的 然后短的 所以是哪一节 然后不是哪一节 因为你找的是短的 所以你会拿square of 36 所以是6m 原来这个是6m 然后原来这个part的area 其实是1偶尔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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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怎么我会知道这号码 这号码是这样弹出来 ok 我解释 如果我画一个belerogram给你 这样子还是打鞋的 然后我在这边 我这样子形成一个三角形 ok 然后这边我形成一个三角形 这样这边是不是会跟这边一样 然后这边是不是也会跟这边一样 ok 所以当我讲这边是6 也就讲这边其实也是6 就这边 所以为什么这边也会是6 明白吗 然后既然他在这边有画一个这样的线 代表着他一样长 所以这边6这边也是6 然后上面这个嘞 那你这样子画一条线的时候不是6666 然后这个是6啦 6再加跟8 因为这边是8 这边也是8 所以6加8是14 所以为什么我懂上面是14 ok 所以我先把这叉掉 所以是将来的 然后现在我就可以找area of travestion 所以area of travestion ok 我写这边 所以他的area会是什么 所以你的area会是1 over 2 乘跟拿你的 travestion 是躺着的 所以你要拿什么加什么 14加6 ok 然后你要拿这个当做 travestion 的hide 6 14加6是20 20除20是14 16 用你的计算机来帮你啊 然后他要你找total area of punting area 你就拿60加24 这边的area是60 这边的area是84 60加24是84 ok 所以答案有啊 先看这下 嗯 有了 看这些 ok 来 Let's go 第20 ok 这个直接skip了啦 这个看下面 ok 来 Diagram 5a shows a solid light red prism ok 你一看这样子 你就知道它是solid geometry ok form 3的 所以你要用到那个什么 Volume的formula base area 成hide的formula ok ok shows a solid form when 4 similar solid red prism in diagram 5b is removed from a cuboid oh 原来这个Diagram 5a ok 本来它是一个cuboid的 本来它是一个cuboid的 可是哦 它remove 这样的东西 而且还remove四边 就是在这边 这边1 2 3 4 就是它remove了 四个这样的 这样的东西 remove出来 所以等下要剪掉 来要扣掉这个 ok the solid right prism in 5b has a quadrant quadrant就是92 of a circle 如果是quadrant的话 就是讲 它是 这边是radius 这边是radius 这边会一样长 所以当它讲这边是y 其实这边也是y的 就讲这个sector的radius 是y 这样的意思 ok visual following is the expression for volume of prism in 5a ok 讲座 首先你要找来 volume of cuboid先 ok 你要找来 volume of cuboid先 找来volume of cuboid 要剪掉这个 可是这个它要乘四咯 因为它有四个嘛 所以怎么样找volume of cuboid 那找volume of cuboid 就是讲它还没有被切掉之前 就是讲它还有在的时候 所以volume of cuboid 其实就是拿 长乘宽 再乘 ok sorry 长乘宽 再乘跟高 这样它的长是多少 会是x加y 再加跟y 也就是x加2y ok 就是我讲的是原本啊 原本的 cuboid 就是还没有拿掉这个时候 然后它的宽是多少 它的宽呢 其实是 也是x加2y 对吗 因为你 因为你看它这边写一样长 一样长一样长一样长 所以也就是讲这边是x加2y 这边也是x加2y 因为这边是x 这边也是y加y嘛 ok 然后它的高呢 它的高是h 你看它这边写h嘛 所以它的高是h 所以我的volume of cuboid是什么 我的volume of cuboid 其实是x加2y乘x加 就是x加2y square x加2ysquare 再乘跟h ok那个h然后写后面 也可以写前面 也可以你喜欢的 反正它的关系是乘就对了 ok我写在前面的 ok 然后这个x加2y square我不会expand 因为你看它的答案 ok 它的答案是这样子的 alright 所以记得做paprogram的时候 要看这答案来做 alright 然后 不要忘记这个还不是答案 因为呢 还要在扣掉什么 扣掉这个东西 alright so volume of 这个prism alright prism so volume of prism是什么 那这个volume 你就用什么formular 你就用base area 成海 alright 你们看到我的base 是我涂黑的这个 就是这个 这样怎样找这个这个的base area 我是不是可以用 pi r square 那个formular 因为这个是一个sector的 pi的话 不要按掉 因为你看它答案 你看全部有牌的 所以那个牌你不要跑去按掉它 不要放22.57 还是什么 不要直接用牌 然后那个radius你就放Y了 因为它的radius是Y嘛 然后再乘个pi r square 你就找到找到这边的area了 在这边的角度也就是90 oh3.60 ok ok 可是你做这个哦 你只是找到下面的这个底层的area 如果你要找volume哦 你还要在哪 base area 还要再乘跟它的high 也就是讲你还要再乘跟它的h 这个 这个就是它的volume of prism ok so volume of prism是这个 but wait 乘跟4 因为它有1234 减跟4乘跟这个 然后你有没有发现到 这个0跟这个04可以割掉 这个9跟36也是可以 又减变1偶的4 然后这个4也可以跟这个4割 所以就剩下pi y square h 不了 这个全部已经割到光光了 so volume prism其实是pi y square h ok 这样如果 好像你找volume of prism 这个 就是拿这个减这个 所以其实就是拿h x加2y square 可以减掉 减掉pi y square h 可是我刚刚注意到 我看答案的时候 是没有这样的 是没有这样的abcd 它的h是factorized出来 所以我就factorized出来 所以你可以跟我讲factorized出来 拿出来里面剩什么 这边就剩x加2y square 很明显 ok 然后这个h拿出来 是不是剩-pi y square 这个就是答案 所以你看一下abcd 有没有跟这个match的 有咯 答案是c ok x加2y square -pi y square ok 所以讲完了 来 Let's go 21 diagram 6 shows 2triangles drawn on the cartesian plan 所以有triangles k triangles j triangles j is image j是箭头之后 image for k so j是image k是object under a transformation describe in full transformation so有abcd ok 就好像你describe 他可以去接是什么transformation 这样我可以知道不是enlashment ok confirm不是enlashment 因为他的size是一样的 也不可能是translation 因为translation 他只是移来移去是很容易的 so你either是reflect translate reflection或者translation ok 他either是普达兰或者板多兰 这样我有讲过 如果你不不说的话 但是反而不得了 我教了是怎样 画线吗 是吧 如果你做错这一题的 肯定是因为你没有画线 confirm一定是因为你没有画线 所以怎样画线 这个脚就会对哪一个 不可能对这个的吗 一定是对这个啦 很容易认到 然后这个你要画去哪一个 你们看到 这个是打鞋四个打鞋 打鞋打鞋一格 就是他是打鞋的 然后是四个一格这样 so 是这个了 四个一格就是这个了 不是这个了 ok 所以这个是接谁 是接 还有 so 上面这个是接 这个 ok 接这个 然后还有最后一个 这个就很明显是接这个 ok 听我讲 如果你接的线呢 每一条线parallel ok 每一条线parallel 他就是reflection 可是如果你接的线 每一个是这样子 交叉在一个点 他就是rote 180 可是如果你接的是很乱的 很乱很乱很乱 他就是rotate 就是 right 可是如果是整齐这样子rotate 全部intersect到每每的话 就是rotate 180 然后如果每一个parallel 就是reflection 所以你看这个 你有没有看到每一个线哦 每一个红色的线哦 你有没有看到他集中在这一边 所以他是不是rotate 180 而且他的centre of rotation 就是这个了 也就是10 right 所以他是rotation 180 10 所以答案是B啦 不是A啦 因为A他是01 所以不错 C跟D也是 不干 因为C跟D他讲reflection 所以我讲了如果他是reflection哦 他的线会parallel的 ok 他不会这样子的 所以讲讲完了 来22 table 2 shows radius of two type of atom 所以有silicon hydrogen 什么是0.21 nanometers 那这个你可以看回slung哦 question 1 slung 1 paper 1 question 1 也就是讲上 上两个 上两个我拍的video ok so我有解释给你在那个video paper 2 question 我有解释 terra,giga,mega,kilo,desa,desi,centi,mili,micro,nano,pico 全部都跟你讲了 什么sup power 12 sup power 90 所以是sup power 6 什么什么什么 我都写在那边 alright 所以 如果你有做slung 我的paper 1的第一题 的话 或者你有看我的video的话 其实你就知道了 nano是sup power 0.1 nano是sup power 我都不记得了 nano,mega,kilo,desa,centi,mili,micro OK,micro是sup power减3 啊,不是,不是,senti,kilo senti,senti,senti是sup power减 sup power减3 senti,senti,senti,mili是sup power减3 senti,mili,micro是sup power减6 然后nano是sup power减9 OK 然后pico才是sup power减12 OK,这个nano是sup power减9 OK 然后这个是1.2 sup power减10 两个都是meters,meters OK,so,m,m alright given that the radius of hydrogen isp times the radius of silicon find the value of p 什么意思 hydrogen的radius 也就是1.2 sup power减10 会等于什么 p times p 乘啊 times是乘万达拉 等于radius of silicon radius of silicon 是0.21 sup power减9 然后无端端让你find value of p 就是按计算机就可以了 所以按1.2乘sup power减10 除跟0.21乘sup power减9 OK 你把这个按进计算机你就会找到单了 可是哦 我想用 我想跟你讲一下怎样 如果不要用计算机也是可以做到的 OK 如果不要用计算机怎样 号码只可以跟号码除 sup power的只可以跟sup power除 这样子 也就是讲你会按1.2除0.21 所以按一下 1.2除0.21 所以你会拿到5.714 5.714 right so 5.714 然后我已经讲了 号码只可以跟号码除 然后这个sup power只可以跟sup power除 什么是sup power减10 除跟sup power减9 是不是base一样除power要哪一减 是不是拿减10减减9这样 OK 因为除码power哪一减 就变成减10减9 就变成减10加9了 就变成减1了 就变成这变成sup power减1了 这样如果你按 其实乘sup power减1 其实就是小数点1减1 所以是0.5710 OK 所以答案是7 OK 或者你不懂 你不要这样做的话 你直接把这整个按去进入计 这整个东西按进入计 可是确认你有开挂壶 OK 就开挂壶1.2乘sup power减10 关挂壶 除跟这个b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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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全部按起来 你也是会拿一样的答案 我做的这个是如果不用计算机的 OK 这样了 OK 来下一题 23 Let's go Diagram 7 shows a Rectangle 如果Rectangle的话这边8 这边也是8 这边20 整个也是20 可是还有一个 先顶着上 so 我没有想听 我不要理他先 given 2mm 等于3lm OK 这个只要重要 2mm等于3lm 也就是说什么 mm 你没有看到是这一条 然后lm是这一条 然后他讲哦 2乘mm 是等于3lm 意思就是哦 意思就是 2mm 这个lm 我是不是可以把 就是我可以找到 其实我是可以找到 mm跟lm的 ratio 怎样找 然后 就是我可以把这个 嗯 lm 丢过来变除 这样子 因为他关系是乘3的 然后来变除 然后就得3 然后再把这个2 丢过去 乘2变除2这样 我就会知道了 原来mm ratio mm mm是3 ratio 也就是说 mm 是占3分 然后 mm是占2分 这样 它的 ratio OK 这样我知道这个是Rectangle 所以这个是20cm 下面也是20cm啊 你看 这样我可不可以知道 ml是几长 可以啦 我拿20 除跟什么 OK 这边是占3分 这边占2分是除5啊 然后除了5哦 再乘2 我就知道ml的长度了 对吗 所以什么是20除5乘2 8 原来这个是8cm 然后这个是 这个就是22减8了哦 是12咯 OK 知道 就是用这样子来做了 right 或者你也可以讲20除5 然后再乘3 你也是会拿12的 OK 也是会拿12 对 来来 如果你要找这边的话 对 所以其实这个Ratial 你要插掉也没有相近 因为都没有用 OK 我只是我 因为我那个Ratial 已经帮我找到它的长度了 所以我插掉也没有相近了 现在我可以focus他要找什么了 所以他要找什么 5量 of data in degree minutes 啊 所以这个是一个90度的三角形 所以我是不是可以用Socato 8 12 然后要你找data上面 so 你不可能会用Bidegless theorem OK Bidegless theorem是用来找长度 如果要找长度哎 啊 你就拿square root 12 square 啊 这样子 可是我都不是要找这个 我要找它的角度 angle 所以我找angle 一定是用Bidegless theorem OK 不是 是用Socato 对吧 就是这个chapter是叫trigal OK 就是用Socato 那一个 so 角度的对面是叫什么 O 90度对面叫H 然后剩下那个是叫A 你现在有什么 你有O 你有A 所以你应该用什么 O A Socato 哪一个 Sine Cost还是Tangent O A Soc Ca 还是Dwa Dwa 对吗 Dw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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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 A O是12 A是放8 所以我要找Data 是不是可以按shift tangent 12 over8 就搞定了 so like shift tangent 12 over8 可是还要在degree minute 所以你直接换去degree minute so 56 degree 18 minute 可是要静位呢 为什么要静位 因为 你看你的计算机 18 minute 然后它是35 后面 所以是19 minute 因为后面超过30 你是要这样的夹 诶 诶 答案是D so easy man ok来24啊 这个重要这个重要这个重要 ok 啊 这个 是from 3 的 locus ok from 3 locus ok 我们 我带你去另外一个地方 ok 我带你去换牛市 ok 来我们一起去另外一个地方 啊 这个是什么 这个就是我上一个拍的video 就是上一个 这个是什么set scola agama的set 啊这个set我也是有给到你了 ok so是paper 2 来我们一起scroll scro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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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smk agama的set啊 scro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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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诶 什么鬼啊这个 啊 说我我有拍的这个video 我放上去了这个video 所以你要那个解释 你可以自己去为那个video 然后你找第四题 ok 然后你就会听我解释 可是现在我不会再解释了 ok 我只是会roughly跟你讲 嘛 so 我记得我讲这一题的时候 有跟你讲他的type of locus 有type 1 type 2 type 3 type 4 啊 so我讲很快啊 right so type 1的locus是什么 当他跟你讲一个point always 2 unit always always same distance from 一个unit 所以就是他就会一个圆圈 ok 如果他是这样子的话 那个圆圈就是他locus 然后type number 2的locus 第二种locus是什么 他会讲equidistant from 两个point 刚才是一个point 现在是两个point ok so如果两个point的话 equidistant就是什么 就是same length 就是same distance 一样distance 他就会是讲 p跟q中间画一条线 ok 如果是equidistant 两个point 这样第三呢 是equidistant from pq analyze 刚才是equidistant from两个point 现在是equidistant from两个线 两条线 ok so第一种是什么 always same distance from 一个point 就是圆圈 就是你就画一个圆圈 他locus是一个圆圈 然后如果第二的话 是equidistant same distance from 两个point 就是这两个point 中间画一个线 而且这个线 会是他的cropanical bisector 就讲你要用圆轨 插在这边画 插在这边画 然后你画 然后他这边会是90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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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他会经过pq的midpoint right 他会准准总结 ok如果equidistant frompq and rs 就是跟这两条线 always equidistant 可是跟这个分别是哪里 刚才是equidistant from两个point 这个是equidistant 从两条线 所以你就在这两条线里面 画中间画一条线这样 ok他就会好像有 好像一个long gang这样 好像一个long gang这样 ok 这样子然后中间这样 ok然后第四跟第五 这个我没有讲 这个是比较难的 也就是 这样子咯 这样子 什么xab 所以你想要知道 你就自己去 自己去 自己去看 ok 这个是locus from3的locus ok你可以自己去看那个video 我已经放上去了 这个video我已经做完了 ok alright so我们一起去回这一题 那现在你就会看了 ok rahima stands 5 meter away from lisa so有 讲这两个point 一个是rahima r 还有一个是lisa 然后他们站着是5 meter ok 5 meter啊 他们的距离是5 meter their coach move 所以所以是locus coach是locus 所以c是moved嘛 所以你的locus 因为locus其实就是moving point 所以所以coach move嘛 so coach就是那个moving point so that he is always equidistant from them which of the following is the locus of the coach so你可以跟我讲是这样吗 这个coach咧 他move always equidistant from them 就是from rahima跟lisa啦 so他是哪一种equidistant from 两个point 还是equidistant from两条线 equidistant from 两个 sorry equidistant from两个point 这个 还是equidistant from两条线 不可能是第一的啊 因为第一是他只有 involved到一个point了 so 肯定是involved equidistant from两个point 所以是不是在这两个point 终结画一条线 即使他是这一个哦 他的concept也是一样的 也是 这两条线里面终结画一条线 所以他是locus type type2啦 所以我就是我的locus会讲 会是在这两两个线这边 中间画一条线 然后正确的画方式是用言归的 就讲你的尖尖的那个尖尖的part 你会插在这边 然后你会这样画上面 ok 没有没有没有 应该是 尖尖的插在这边 然后开你的 compose会开到l这边 ok 然后你才会画上面画下面这样 然后再拿尖尖的插在l那边 然后铅笔开到r 然后撇上面撇下面这样这样子 然后我已经讲了这个他一定是90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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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这条线呢 就是perpendicular bisector的 然后这个5m他会刚好分一半2.5 which of the following represents the region of inequality 3y-6x大过-9 ok 我现在在做这paper1 所以我要我的答案是一下子就可以知道我的答案是什么 所以我可以直接跟你讲 答案不是a 答案不是d ok 然后剩下这两个 ok我们来看一下 1 intercep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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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减93减3 ok答案是比 ok答案是比 ok我跟你讲一下为什么我可以将快知道他的答案 ok 通常我们做这个我们是怎样做 3y-6x 把它换去等以 然后找两个point 然后x等以0 y-0 然后画画 然后block这边block这边然后画线 然后他是大过-ok 图上面 然后看他是什么blah blah blah这样 so yes 没忙如果是paper2的话啦 paper2的话 没忙你是要这样子做的 没忙是要这样子做 因为paper2嘛 因为working是有是有看的嘛 but 他现在都没有叫我画 我现在是在做全的嘛 你全到对就对了 所以我现在做paper1 所以我可以讲 我直接把它换去 y的mx加息 因为他是直线 而且他是有斜度的直线 so我就变成3y的1 -6x丢过去变6x-9 可是你要换去y的mx加息 你要你还要除3 ok so除3除3是2x 除3是3 你们看到我的gradient是positive 然后我的y intercept是-3 这样gradient positive哦 是不是你的线会向上 所以为什么刚刚我一开始我就跟你讲了吗 a跟b自动不是答案 因为这个呢 它的gradient是negative 这个也是它的斜度是negative 所以你爱的是b还是c 这样怎样我看到y intercept 你看你的y intercept是-3 这个的y intercept是3 所以答案不是c答案是b ok 所以我是这样子 就是你可以用这个方式啊 做paper1的时候 就是快速的拿到答案 alright 直接看它的mc 你就可以看得出它是哪一个 alright ok来26 diagram8 shows a graph with a loop ok有一个loop find the sum of degree 这个famous christian ok画星星了 他不是问这个 他就是问tree啊 他是其中一个 一定是sum of degrees 不然就是问关于tree的 ok 他很喜欢的 一定是either 其中一个的啦 ok其中一个 so make sure你们 知道怎样分什么是tree 你也知道怎样找sum of degrees ok tree这个勒 我已经解释到ok 很多次了 你们有看过之前的video 你已经会了 ok so我讲一下sum of degrees ok sum of degrees 是什么formular ok sum of degrees 有一个formular sum of degrees 其实是二层number of ages alright 什么是number of ages number of ages 就有多条线 so一二三四五六七 so答案是二乘七 的答案是44 ok 来 这个是用formular做 ok 这个是用formular做 如果你不要用formular做 你要用自己这样子 一个一个这样的算 也是可以 so怎样算 alright 首先你要知道什么是sum of degrees sum of degrees的意思就是 在那个vortex 在那个点 有多少条线经过他 或者有多少天 多少条线 啊 经过他啦 或者多少天 多少条线 啊 动到他 所以比如讲这个 他的degree of vertex 是一咯 因为有一条线动到他 这个呢 他的degree of vertex 有一二三 alright 这个他的degree of vertex 有一二咯 然后这个他有一二三咯 这个他degree of vertex有一咯 这个他degree of vertex有什么 一二 哪 如果是look的话 他是算二的 也就是讲 一 一二三四 所以其实是 因为look有两个 然后再加上三四这样 然后你拿一加三加四加二加三加一 就是他的sum of degree sum 他就加起来 一加三是四 四加四 八八加三 九 十一 十一加一 十二 十二加二 十四 你看答案是一样 可是 我是不会这样说啦 因为这用formular就可以了 ok sum of degree 永远是二成number of edges number of edges 这算还有多少 然后直接乘二就可以了 alright 也就是说我的sum of degree 永远都会是爽数的 ok 永远都是爽数 不会是单数的 因为你乘二他永远是爽数 ok ok 这样啦 alright 我不想讲这样多了 来 一起看二十七 indagram nine abcdmj is a regular 又是这个字啊 alama 每次都是这样子 ok regular嘛 so 啊 讲到boring也好 你都听到boring也好 又是这个formular sum of interior angle 等于n-2成180 regul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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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样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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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样长一样长一样长 这边也是一样啦 BA 可是有那个I顶着 所以我没有写这先 ok有八个side嘛 所以就8-2成180 所以6成180是1080 在哪 可是因为它I regular 所以如果它I regular 它每一个角度一样的话 你可以 你可以除8来找每一个 so1080除8是多少 135 ok 对吗 我说了 嗯对啰 所以每一边都是135 135 全部是谁135 135 135 ok这个我标写 这个我标写标写标写 我写在这边135 right 为什么我其他的标写 因为我感觉他 因为他用你找media of p 所以根本就 你写在外面是你要写什么写啊 但是 我觉得他最后是要用这个这个型来找 所以我知道这边是135 ok Aij is an irregular pentagon 所以你不可以跟我讲这边一样长 因为它是irregular irregular就是不一样长 可是我还是可以用sum of interior angle的formula 也是用sum of interior angle的formula 也就是n-2成180 可是这一次的我的n是放5-2成180 right 然后你会拿540 可是这一次不可以拿来除5 为什么不可以拿来除5 因为他不是regular pentagon ok 如果他是regular的话 每一边都一样长的话 你就可以拿50令出5 拿到108 然后108就是每一边的angle 可是他是irregular 所以打破例了 但是我仍然可以 用他的sum of interior 也就是在里面的angle 这个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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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还是540 right 就这样 ok 然后他讲find不到我屁了 老爸 这样找不到屁 这边可以找到吗 可以 ok 刚才我不是讲全部是135 135 所以是不是这边也是135 对吗 然后你有没有看到这个东西 right 他他他他他这样放一个箭头 所以他是在暗示什么其实 他其实在暗示哦 这边的angle跟这边的angle加起来拿到180 ok 这边的angle跟这边的angle加起来拿到180 right 所以你要找这边你是不是可以拿180-135 所以我拿到180-135 等你45 ok ok 我知道有些人可能会乱就讲 哎 中国这边加这边是180的 ok 拿来看 zac 呃 ok 如果我这边这边啊 你有没有看到如果我这样子 我加上这个线啊 你有没有看到这个zac shape 所以你们都知道吗 如果是zac的话 是不是这边的angle 这边的angle也一样 所以你有没有看到哦 其实这边45哦 这边的angle其实是跟这边一样 如果我加上的话 看如果我加上的话 我要找这边我是拿180-135 说这边45啊 这边也45啦 来 这样 这样 OK 就是他的解释是这样子的 但是我会把这些擦掉因为 ok 然后 如果我知道这边45 我是不是可以拿18 因为一条时间是180 我再拿180-45 就找到另外一边了 所以180-45按下 135 ok 135 我知道了 这边是135 这边是135 这边是60 这边是P 这边是2P 这样我是不是可以找不到P了 对吗 因为P加2P 再加135 再加135 再加60 等于540啊 因为 上我 vendary angle in the pentagon 是540啊 所以这个东东 插掉 so 等于540啊 然后我要找P嘛 P 自己跟P做 号码自己跟号码做 P加2P是3P 然后这个540全部丢过去 丢过去丢过去 so 540-135 再减135 再减60 210 alright 这样P是不是70 答案是B ok 因为210除3是70 ok 你可以自己用这样机案 alright 讲完了 就这样简单 来 let's go 28 Dragon 10 shows a cylinder Vas made from clay ok Vas就是花瓶 这样我们知道如果花瓶的话 ok 如果你要转滑的话啦 比如讲你要转滑 你的base哦 肯定会有一个下面肯定有底的嘛 如果这边是一动的话 你放那个花 那个花不是跌下来 是吧 而且你一定要有一个base在这边 你才可以放那个花 然后你才可以放它 像那些泥土啊 那些水那些什么 ok 如果这边是空的话 你放那泥土啊 不是跌下来啊 跌在地上 所以他下面肯定会有一个base 所以你有没有看到哦 这个cylinder 你看他下面是有一个base的 ok 然后他里面是空型的 啊这个就是 呃中间的一定要有空型 因为这样子就讲这个是一个洞的 洞的 你才可以放花进去嘛 ok ok我们先去读他讲什么 Taculate the volume of clay used ok他讲volume of clay used 所以说一卡呃 ok 一开始啦 我是以为他是要找这边 就是这边的volume 就是里面的 但是是不是啊 因为如果他讲 volume of clay used 因为他讲这个vass 是用clay这个材料来制作的 所以你没有可能找里面这个volume吗 你没有人找这个空型的volume 这个空型都 都不是clay了 ok都不是 那个那个花瓶了 那个花瓶其实是哪里 其实是这边 我图的这边 这边这样子 get out 就是讲这个vass其实是 呃 他要你找的其实是volume of 大整个slinder 减掉volume of 小的slinder 所以你先找volume of 大的slinder先 大的slinder诶 okslinder volume你背了吗 牌 乘r2再乘跟h啊 牌不要按掉 你看他的答案全部有牌 ok 所以你不要按掉那个牌 然后乘跟r2再乘跟h ok他的radius是多少 ok 现在我在找这个大的 最大的是最外面的 ok 所以是7cm 因为你看最大的他的diameter是14 所以你的radius其实是7cm 所以是7cm 然后他的高勒 那他的高不是6啊 是6加跟0.3 因为他是包裹买下面的 所以是6.3 所以当你按这个东西 你会拿什么 7 square乘6.3 呃 308.7 那个牌不要按掉 ok 这个是整个的volume of cylinder 你现在还要在找volume of cylinder 也就是里面这个 因为里面这个是空的 空的 所以他不是wass了 里面那个不是wass了 就是讲你要减掉 里面那个 ok 怎样找里面那个 也是volume of cylinder 也是用排成r square 再呈h 可是这一次你的r就 不是7了啊 你叫r是多少 那你小的r是这边到这边 不 说这边到这边是什么 ok 14是整个啊 整个到这边到这边啊 可是你有没有看到他 他给这边是0.3 所以这边是什么 right 也就是讲这边也是0.3啊 这样如果我要找这一边哦 我是不是可以拿14 减根什么 这边的0.3还有旁边的0.3 减0.3减0.3 right 我就会拿到15.4 明白为什么要减两边吗 因为哦 这边也是0.3了呢 right 然后这边也是0.3吗 然后我就拿整个14 14是大的slinder的diameter 减掉0.3线0.3 我就找到剩下15.4 对吗14减0.6 yes 然后 哎13.4 sorry so 13.4 在这13.4是 这一边到 这一边也就是小的slinder diameter再除二 再除二 alright 然后我就会拿到 6.7 原来 小的slinder的radius是6.7cm 原来radius我可以放6.7 再承认 它的高啊 小的slinder的高就真的是6cm了 它不会是6.3 哎 这个0.3呢下面是 呃 也是要的volume 因为它讲volume of clay 所以下面是有clare的 下面是有clare 这边也是有clare 这边也是有clare so 我剪掉的是没有clare的地方 没有clare的地方呢 只是 就是这个小里面的slinder 就是排成6.7cm 再乘根6cm 然后就是排成6.7cm 下面是有clare的 这个拿什么 6.7cm 乘6 排不要按掉啊 排不要按掉 所以我会拿到269.34cm 这样我现在是不是可以找到volume of clay used 308.7cm 排也就是大的剪掉里面那个呃 没有clare的地方 就是空的那个地方 269.34cm 然后剪掉剩下不是有clare的地方吗 so 308.7cm 39.36cm OK 答案是B OK 就这样 讲了啊 就这样了啊 OK 来29 Table 3A and 3B OK 哪个是3A 这个是3A 这个是3A 这个是3B shows the exchange rate of license money changer in Kuala Lumpur and Moldiff so Exchange Malaysia Ringgit 就讲这个是RM啊 RM 这个是RM OK 这是RM RM的话 他们会讲 他们会买 1USD for 就在那个店啊 你去到那个环境前去那个店 那个店 会跟你买 1USD for 4.0.10cm OK 然后他会卖 sell就是他会卖 4.0.20cm for 1USD 是吗 是吗 是这个意思吗 we buy 4.0.10cm for 呃 OK 他们会买 for 1个月 所以 就讲 就讲这个4.0.20cm是什么 是如果我要 换 钱 对吗 可是如果我是有 RM4.0.20cm 对吗 然后我去到这个环境前去对吗 然后我给他这个4.0.20cm 这样他就会给我一个USD 这样的意思哦 是吗 因为他们sell 1USD for 4.0.20cm OK 就讲如果我有4.0.20cm 我去这个店 我给他4.0.20cm 他给我1USD 这样的意思 因为他卖啊 他sell 可是这个4.0.10cm是什么 是我给他一个USD 然后他买我的那个USD 他买 他给我4.0.10cm 就他要用4.0.10cm来换我的1USD 这样的意思 然后这个也是一样啦 这个是在Moldiff的 这是另外一个国家 OK 我们先听幕先 Puan Mira and family travel to Moldiff First she had to exchange Malaysia ringgit to USD OK 所以他就要看这个table 他要换 从RM 要换去USD OK Then 又去到Moldiff的时候 又再换USD 到Moldiff In Moldiff In Moldiff She spent X Which relation shows the spending Y In Malaysian ringgit So他花了X amount OK 就他最后换的钱是X amount 然后他要你convert回Malaysia ringgit 是吗 So是这个意思啊 所以怎样做 So我的Y会得有什么 OK 首先 你的X 是什么 是他在那边花的钱 对吗 这样提示 他一开始有讲到 他要change Malaysia ringgit to US dollar 对吗 So 他拿着一个amount 他拿去那边 就他拿着 一个amount 他会去他会去去什么 他会去换去USD 所以他换去USD 我是不是应该拿这个 对吗 就是我带 就是刚才我跟你讲的故事 就是如果你带着四零几二十千 ringgit OK 你就会得到一个USD 所以他带着这个 所以你的X其实会乘个4.2 OK 然后你就会换到USD OK 你换来去USD 可是他又讲 又在 从USD再换去Modivian 所以你换去Modivian 你就看15.3了 OK 就是你会带着你的那个USD去 OK 然后你给他那个USD 他跟你买那个USD 但是每一个USD 他会跟你买15零几三十 30个Rufi OK 所以 出根15.3了 也就是讲你的X 你的X 也就是你的 Modivian 乘跟4.2 乘跟4.2 乘跟15.3 出来就是他的spending in Malaysia Ringgit 所以答案是A OK 所以希望你明白 希望你明白 OK 来一起看第三者 OK 这个是Network Graph Theory OK 所以我来一起看 Diagram 11 shows a network of Fiber Optic Cable to connect 8 towns 所以暂时是没有什么 重要的东西 他只是讲这个是那个Cable 那个电线 电线 然后这个电线呢 他要Connect完 就是要连接完8个城市 OK 所以有8个点 所以暂时这个没有什么东西 我直接不要看他 直接skip去下面 We determine the minimum length of cable of every town on the network 所以直接看答案 91 98 99 100 OK 所以他问你哪一个是 minimum length of the cable 所以我就找看哪一个是最短的 而且他讲一定要 连接完每一个套呢 OK 所以连接完每一个套呢 OK OK Let's say我start from 不中啦 start from不中 所以我可以怎样连接 他要minimum呢 所以我不要拿37 因为37很大呢 24也是不要拿 OK我可以拿13 拿了13 OK我选一下看哪一个短的 短的 OK9 现在我是随便随便画什么 OK9 OK 我要连接完每一个套呢 所以我可以这样 OK 如果这样子选的话 其实我可能会选9呢 选9是吧 可是我不会这样子选11 是因为 你可以这样子 不是更短的 4你就连接了是吧 然后我也不会这样子选16 是因为 这个7会短一点是吧 然后这个呢 你还你还还是要连接 Botalingjaya跟Glam 所以你可以这样子连接 OK 就Botalingjaya 这样子 这样子是其中一个 可是你也可以 这样子啊 对吗 所以哪一个好 23加33 比较好 还是 还是24加33 比较好 肯定是这个啦 23加33 你看 呃 啊对 OK 也就是讲 如果我highlight用黄色的话 黄色啊 他其实还有一条路的 就是这样子 这样子 然后也是这样子上上上这样 But 我是拿24加33这样 OK 所以有两个啦 所以 我们算他的量 OK 我们算他的量 OK 我们先算for红色的先 做红色的数据是多少 13 加9 加9 再加4加7 然后再OK 13加9 加9加4加7 再加23 再加33 所以我们拿多少 看一下 13加9 加9加4加7 加23加33 98 kilometer OK 所以 黄色的呢 黄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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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色是多少 所以也是13 加9 再加跟9 再加跟4加7 然后这个是24加33 这样我是不是会拿到99 对吗 他他他会比较大吗 13加9加9加4加7加14加33 对哦他只能是拿99 所以答案很明显是 是B的 对啊 这样可能有些人会讲 哎 如果我走这些路 走这些路 是其他的 就可能走这边走这边 你可以试试看 他不会 小过98 如果你有找到另外一条路 是小过98的话 message我跟我讲 但是我觉得是没有了 我现在用眼睛看 都应该是最短的是红色这一条线 ok 黄色这个 是算到99啦 but 嗯 你要minimum啊 所以红色会比较那个 ok what if 如果我走这边24 可是如果走这 或者我走这边37 所以如果走这边37 41 37加41都已经是 78了 78 还要再 连接完每一个城市 所以我觉得是肯定是超过的 ok 所以我看到的最短的线是这一条 红色这一条 如果你有找到自己有找到另外一条更短的 这样你就跟我讲 ok 但是我觉得没有了 我看到的是最短的这条 ok来 也就是想做这一题的时候 你一定要 一直try 一直try 就是try找最短最短的线这样 因为还有minimum ok 如果要maximum就是找最长 ok来31 直接不用看那个因为他反正的 smart level ok来一起看 Puan Zainab has a son who is studying Thailand so 他的儿子呢 是在泰国 然后daughter 是在菲律宾 so 女儿是在菲律宾 儿子是在 Thailand the call rate to Thailand to Thailand 是0.28 per minute 所以原来哦 如果你要打电话去泰国 每一分钟哦 你要给20% 这样他的rate 是这样 然后如果他的call rate to Philippines 是66 cent per minute 可是call去菲律宾是比较贵 更加贵啦ok 一分钟是66 cent 泰国类是一分钟 20%这样的意思 和mobile phone 比辈是50令吉 and the duration of the call is at least two times at least the four hours 是小大过的你 more than the duration to call her son 然后他讲 if duration x x and y are the duration of call to son and y is the duration call to daughter represent the information in the form of system name ok 这个 chapter是哪个 chapter form 4的 chapter ok 这个 chapter叫linear inequalities like this alright so你可以看到abcd 他是写变变啊 so问你哪个是答案 alright 他已经跟你讲了嘛 x代表什么 y代表什么 so duration duration to call son 是x minute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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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duration to call daughter 是y minute 什么是duration duration啊 就是时间 ok 时间 so x跟y哦 是代表时间 不是代表着rm啊 还是什么 啊 速度啊 还是 价钱还是什么 不是duration是时间 所以为什么他会在minute minute ok 这个这个是很重要的 所以我为什么我写下那个minute ok 然后他有没有讲到 其实他讲什么 呃 刚刚我记得他有讲什么 呃 the call rate 是0.28 for Thailand啊 他的价钱是一个分钟呢 是28minute 但如果他打给他 他是打 他给他打打去泰国 就是打给他的儿子 是打5分钟的话 这样还要给多少钱 我是不是要拿5分钟乘0.28 如果是6分钟的话 就6乘0.28 因为1分钟是20%啊 啊 可是他打了x分钟 所以会是0.28x 然后呃 菲律宾是6 1分钟是66 可是他打了y分钟是加跟0.66x 可是他讲啊 他的mobile phone prepare 只有50令吉 也就是讲会小过的你50 明白我意思 因为他的电话钱里面 只有50令吉不了 用完了就 就是不可以要小过的你了 不可以不可以 就是你你你用的那个钱 不可以多过50了 因为多过50就 就没有不够钱啊 不够钱打电话了嘛 所以也是小过的你了 虽然他没有讲maximum 或者at most 或者什么 但是你要知道是50令吉 就是你你不可以call 呃 不可以call超过RM50 这样的意思了啊 ok 不可以多过是小过的你了 所以这个是第一个iniguality 搞里面我说完了 还有嘞 the duration of call to a daughter is at least two times more than the duration of son so duration to daughter 不是y啦 is at least 不是大过等于啦 2 times more than the duration son 是2x啊 这样子啊 可是为什么这一次我没有拿0.28x 或者0.66y 或者 这个是y啊 sorry ok这一次我 这一次我写这个的时候 y大过等于2x的时候 我没有拿0.28x0.66x 是因为这个是面望讲着duration ok 所以duration就直接拿不了哦 刚刚那个是讲着rm啊 rm50啊 所以这些全部也是rmrm啊 ok ok so 这个是答案说abcd有吗 呃 ok不可能是b 因为这个是什么x大过等于错了 x大过等于也是错了 so 剩下a跟d是吗 so到底是a还是d 嗯 a ok 因为你看我的iniquality是0.28x加0.66y 小过等于50 这个你看这是大过等于的 所以这个才是小过等于 哎 这样可能你会问哎 做么他会这样子的 就是做么他会不一样的 这么这样子的 哎呀因为他 越减了啦 ok so 0.28x 加0.66y 小过等于50 就是其实你是可以把它变去这个的 这样变 全部拿来乘50 对 不行的话你全部乘50 你就会拿到上面的 对 so 我会拿0.28x50 按一下啊 ok 14x 然后我再按一下0.66x50 我按着等一下33y yes 然后小过等于50x50是25等于 right so答案是一样 一模一样啊 ok 为什么不可以是d 因为他写大过等于 ok 都讲了bibbit 他只有50令吉罢了 你就不可以call超过50令吉啦 小过等于 ok来 32 let's go Digrantel shows a target archery board used in the club 那这一题也是 ok 蛮难一下 所以我能给你一个建议就是看这答案做 看这答案做 ok 好像刚才这样你看看这答案做 因为bibbit one哦 你要看这答案做 ok 不然有些题目没办法是完全做不到 这个是你要看这答案做 ok so等下你还是要看这答案做啊 ok 他讲这个是一个archery board used in the club ok given that the area of hold hold board 是A ok 整个area of board是A 然后find the area of shaded region in terms of A ok 首先 你有没有看到他这边他有 给一个什么 鲜鲜鲜鲜鲜鲜 然后他给你这样这样的符号 这样 这样子这样子这样子 什么意思 一样长的意思啦 这样讲我是不是可以把这个当做是X 或者什么都可以啦 R也可以 你喜欢的 ok 所以如果这边的长度是X 这边也是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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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就是讲当他跟你讲area of hold board 是A 就是这整个是area是A的时候 就是讲你在角色你是会用PiR2的formula 然后你的R啦 会是X加X加X4X 明白意思吗 所以其实是 16X2Pi 也就是讲你的area of整个哦 是16X2Pi 能get到我的意思吗 ok因为你的radius是4X嘛 ok 然后你用PiR2的formula来找area of circle ok 不需要乘跟angle360 是因为你的angle是360 所以360除360是1 如果你找整个圆圈的话 不用乘的 angle ok 可是你找是area of shaded region 这个是他拿的地方 area of shaded region 所以怎样找area of shaded region 我是不是要拿这个 ok我我我会把它分成 几个part啦 是吧 我会把它分成circle1 就是最小的 然后circle2是外面这个 然后circle3在外面的 circle4是最外面的 alright 这样如果我要找area of shaded region 这个的话 我是不是 可以直接找area等于排R2 然后那个R我直接放X就可以了 我就拿到X2排 所以原来这这这一个part的area是X2排 ok这个这个排X2 可是如果你要找area of shaded region 你还要再加跟外面这个 可是外面这个怎样找 要怎样找这个doughn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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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样找doughnut 去dangkindoughnut那边买咯 去那边找 没有感觉了ok 所以怎样找这个doughnut 你要找这个doughnut 你会拿3-2明白吗 因为3是啊啊啊啊啊啊 然后2是啊啊啊啊 所以当你拿3-2 里面这个2不是剩下那个doughnut咯 我会拿3-2 所以我要找那个doughnut 我会拿3-2 ok so area of 3的话 我要找area of 3的话 我是不是也是用排R2 可是我的R是放什么 X加X加X 我的radius只是3X罢了 然后再减个人 小的小的小的2-2-2 ok就是减到这个 所以是排 radius 可是这个2 圆圈2的radius呢 只是X加X不了 也就是2X不了 ok 所以是2X不了 然后我就算一下3 ok 当你square啦 其实3也要跟着square ok就是3square x也要跟着square 这个doughnut 这个doughnut是5X2排 这样我现在是可以找到area of shaded region 我的area of shaded region 其实就是那个doughnut 5X2排 再加跟里面小的就是X2排 该我已经算了 ok排X2 啊写X2排啦 来X2排 OK X2排 然后5X2排加X2排是6X2排 所以这个是答案 可是如果你看ABCD 没有 好了吗 没有 为什么没有 因为这个X是我自己发明的吗 我自己 ok 我自己用来代表的吗 所以他的题目肯定是不会有X的 这样我要怎样知道哪一个才是6X2排 你不是试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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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16X2排 然后这个是3我8乘跟A A是整个的area16X2排 Right 就讲你换他的答案 给他变给他有X2排 ok 然后这个就我16再乘跟16X2排 然后你看哪一个是等于6X2排啊 然后这个是1我4乘跟16X2排 OK 2跟16可以割 所以这个是8X2排 所以这个不是答案 8跟16可以割是剩2 2乘3是6X2排 OK 这个答案是这个答案是B OK C不是因为出来是5X2排 D也不是因为这个是出来是4X2排 OK 所以答案是B OK 6X2排是你的答案 记得做paper1的时候 please看着你的答案做 如果你这样子做哦 好像paper2这样子做哦 就是你不看答案的话 你做不到 很难了其实 所以一定要看着答案才做 OK来 下一题 Diagram13 shows a picture frame 所以这个是一个 frame OK in the shape of equilateral triangle Equilate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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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班将 什么班将 可是他没有给他的长度 but 他不止什么班将 他这边也一样他的角度 他的angle 不是角度 他的度数 他的角度 他的角度 就是这样180除3 6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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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60 这边也是60 这边也是60 OK Made from wood OK这个是用木做的OK the perimeter of square shape picture 原来这个是square 所以如果是square 我应该要这样子 来 来提醒我 他是一样长的OK in the wood frame is perimeter is 4 meter 也就是讲这边是 1 mete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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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他讲parameter是4 meter 所以你拿4除4不是可以 你拿1 因为他每一边一样长 所以你可以这样做 所以 1加1加1 parameter是4 就是calculate the total length of wood use 直接看答案做 OK 不要不要自己做OK OK 答案呢 有squ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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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等下你不要按掉那个square OK 你要按掉也是可以的 OK 所以我已经看了答案是这样子的 OK 所以讲说 OK你看到square 其实很有很有可能就是什么 很有可能就是要用到bidegger's theorem OK 因为bidegger's theorem是有square 不然就是有用到soka ok 我想一下啊 total length of wood use 是不是要找这一边加这一边加这一边 因为讲total length of wood use 想一下啊 怎么这样啊 他问到total length of wood use 所以我是不是要拿这一边 再加这一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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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加一 OK 所以现在其实我完全不懂这个长度 完全不懂这边的长度 完全不懂这边的长度 完全不懂这啊 这边不了我懂 就是一 而且这个一只是他的一部分 不了 所以我怎样做 嗯 可以找到这一边啊 可不可以找到下面这一边 答案是可以 因为这个是一个90度的 所以你们看到啊 90度 这边是60 这边是1m 然后你要找这一边 所以其实是可以找的 哎 怎样找 angle的对面是叫o 90对面是叫h 然后这个是叫a 你有什么 你有o 你要找什么 你有a 这样用sync cost还是tangent o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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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angent o啊 tangent60等于opposite opposite是1 然后就是opposite1 然后addition不知道啊 他就是下面这个长度啦 所以你可以用 x啦 用x来 来代表哈 哎 所以你就变成tangent 60 除x 变成x 等于1 这样如果我要找x的话 我就可以按1 除tangent60 哎 所以什么是1 除tangent60 按一下 呃 0.5774 ok 774 原来这个长度是0.5774 这样讲这边其实也是0.5774啊 对吗 ok 这样我的这个整个长度是多少 1加0.5774加0.5774 所以按一下 所以1加2乘0.5774 所以是2.1547 所以2.155不用写这样 2.155 可是他讲了这个是一个 equilateral triangle 所以如果我要找 就是讲我要找perimeter的意思啊 其实 就是拿 这一边加这一边加这一边啊 所以是2.155乘3啊 对吗 因为你知道一边了吗 另外这也不用找了 因为你都反正都知道了 他是equilateral 所以说什么是1.155乘3 呃 6.464 ok 6.464先 所以答案这个 这个是答案6.464哦 可是当你一看答案 啊老妈 哪一个 哎没有答案 啊 不要紧张 啊 不要紧张 自己算出来啦 自己算出来啦 自己按出来啦 全部按出来看哪一个是6.464 是不是可以哦 所以我先按3加23 3加2乘3 3加2乘3 我按到6.464哦 A A是你的答案吗 B不可以 因为当你按3加6乘3的时候 你按到 31.1718 ok 所以不可以了 哎我按错了 3加6乘3 呃不是 是13.39 ok 所以你按到 13.39 这样这个C跟D 你可以自己按 你按了你也不会拿到这个 ok 因为答案已经是A了 ok答案是A了 诶 讲完了就讲完了 ok 来 34 要完了 哎呦 sorry ok来 Let's go let's go let's go Diagram 14 shows Arma safe box ok 所以这个是一个好像 叫什么啊 可以叫什么这个 就是好像一个 呃有password的这样啦 ok就是藏那种 放那种 呃 重要东西在里面 ok ok after Arma married Sofia 所以他跟他结婚了之后 he informs her about the hint for the safe box which is birthday so他们结婚了 然后他就跟他讲 他的这个save box的密码 啊他没有讲他密码 他只是跟他讲 是他的生日 就是 啊他的密码是他的生日啊 然后他的生日是在 六月 八号 ok 就是六月八号 ok 这样他就会问你what is the password ok so哪一个是他的password 你把全部换去base的咯 因为你看这个还是给在base8 base7 base6 base5 所以我相信哦 你把全部号码换去base的哦 你就会很明显知道哪一个是那个的 ok 就是有608的那个不知道 或者可能他会掉转变成0806 我不知道啦 总之他的 就是跟他的生日有关的 他的密码 so 上时现在全部base8 base7 base5 base6 你要换去base10 怎样换去base10 1 1 5 2 6 base8 这个是8 power0 8 power1 8 power2 8 power3 用乘加的方法来换去base10 8 power3乘1 ok 512 是用其中几啊 然后8 power2乘5 这样 320 8 power1乘2 16 6乘8 power0 6 然后哪一家哪一家 全部哪一家 512加320加16加6 拿到854 base6 原来这个是854 base6 B 这是A B 是呃 4413 base7 但是这一次是base7了 所以就变成7 power0 7 power1 7 power2 7 power3 按一下4乘7 power3 1372 谁哦 4乘7 power2 呃 196 ok 7 power1乘1是7 3乘7 power0是3 拿来加 拿来加 ok 1372加196加7加3 1578 这是base ok 这个是7了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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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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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 2 3 4 3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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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5 6 5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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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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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8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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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rm 4 最后一个 chapter 就是 financial management 那个 chapter 很容易的啦 这个 chapter 这个 费的这个 chapter 很容易的 ok 所以我讲说 啊有 income 所以这个是 income 就是 income 就是收入 ok 然后这些是费用 或者 expenses 所以我可以看到 这个是 fixed expenses 这个也是 FE fixed expenses 这个是 variable expenses miniark credit card field 也是 variable expenses 因为它是 petrol嘛 然后 toll 也是 variable expenses ok fixed 呢就是 你不能控制它的 amount 是一定要给的 variable是你可以控制到它的 amount ok 所以你可以靠节省来 减少它的 他的 amount 可是 fixed 是控制不到的 ok 是一定要给的 这个是跟银行借钱 一定要给 这个是公务值 也是一定要给的 所以可是这个 living expenses car field road toll 是 variable expenses ok Mr. Shafan decided to buy a laptop worth 3600 with a monthly installment for one year without interest calculate the new supplies of income for Mr. Shafan so surplus呢 就是 cash cash flow的 formula 用 cash flow formula 拿 total income 减更 total expenses i 是 income e 是 expenses 所以我是不是拿3300 加2730 然后 减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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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就找到 cash flow but他又要花多一个 expenses 来买 laptop 可是这个 laptop是什么 3600令吉 with a monthly installment for one year without interest 所以哦 你要知道这个东西是for monthly的 ok 所以也就是讲你每一个月哦 你不是给3600 你在那个月你不是给3600 你是给3600除12 因为他是用分级付款 而且是one year ok 3600 monthly installment 说除12是多少 600 ok 所以那一个他是那一个月他会给600 ok 如果这个我会写laptop 他也是variable expenses 然后你这样子就算了 来就找到 3600除12是多少 300啊 麻布了 sorry sorry 300 所以你会按什么 3300加2730 因为这个是income 所以你要加 然后减完这些东西哦 减跟2660减1420减750减360减 不要忘记减买那个300啊 因为他是new surprise嘛 答案是450哦 right so 第35答案是 答案是a ok ok来 36要完了 let's go table 5 shows some values of variable m and n is given an m ok 这个是variation哦 variate inversely so variate inversely嘛 inversely就要写在下面 cube of n的意思是n tower 3的意思 这样上面没有东西我要写1 然后calculate value of t 那不管他要你calculate value of t 还是a 还是c 还是z 还是什么鬼都好 你做variation永远只有一个step 就是把这个换句等于等于了 这个加k这样子 然后立刻找k 找了k才找t 如果你不找k 你可以做到这个吗 做不到 ok alright so 怎样做 ok 我讲一下如果我给你呃 3再乘个2 ok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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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哎 so 比如讲我给你 呃 a 然后2 over 5 其实是跟你写2 a over 5哎 是一样的东西吗 是一样的 ok 所以当我写中间其实他是属于 他是上面的 ok 不是下面的 错啊这个错 ok 这个错 如果是negative就可以啊 negative 如果他是negative 25 他可以是上面 negative25他也可以是下面 这样子啊 negative可以这样 三个都是一样东西 but 如果他是号码 那A啊或者K啊或者B啊或者C 他一定是属于上面的 所以哦 这个东西其实是k啊 我m跑过算的 然后你要怎样找k 你要找k你要有m跟m啊 so 你有没有m跟m 有的题目一定会给的 可是你要make sure他给的是齐全的 所以你不可以拿这个 因为m没有给你看m他是给T 所以你不可以放这个 你要有m跟m齐全的 so m跟m齐全是这个 so m是放1 over 12 n是放6 so 1 over 12等于k除跟m跑过3 n是放6 这样我是然后1 over 12等于k 我6跑过3 6跑过3按出来是216 然后这个除216丢过去变乘 就变成216 乘1512 所以按机上机 18 原来k是18 可是你可能会问哎 狗狗哈人都叫你找k 怎么你浪费时间 那听我讲 你没有找k 你根本就找不到t ok 你一定要找了k放了进去先 变成m等于18 over m跑过3 然后你现在还开始找t 怎样找t 那看这个啦 alright 现在你就可以放了哦 m是tm是t 然后n是放2这样子 ok这个放2 这样我是可以拿到2跑过3 4 8 你可以用机箱机按了 ok 然后割掉割掉的话 除2是9 除2是4 9 我是 ok 如果你用机箱机按18 除8的话 他直接给你了 据摩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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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aries directly as the mass 哎呦 固理了 他没有讲是 用X还是Y还是Z还是 就他没有用一个 呃 alphabet来代表 so我自己用了ok so既然他讲这个energy 我用E哦 ok 然后varies directly as mass 我就用M哦 因为是mass嘛 and the square of velocity 这样我就用V哦 也就讲我会写什么E varies directly就是上面 写在上面 as the mass and the square of velocity v square 然后v square也是写上面 因为他两个都是directed 这样子哦 ok 所以我用E E来代表energy m来代表mass v来代表 velocity 当然你要用XYZ ABC 什么都可以 你喜欢 given the kinetic energy of 4 E的意思 然后traveling 42m per second meter per second哦 其实就是这样子 ms解析 so这个你觉得是什么呢 会是mass呢 不是啦 当然是velocity velocity 这个是speed ok 只有speed的unit 会是ms-1 ok 然后 诶 这个4g 其实我也写错了 ok 因为4g 不是kinetic energy 因为它是你做完整行 它是写 kinetic energy of a 4g bullet traveling 第二次是3528j 其实讲 energy是3528j 所以 E是3528才对 刚刚我写到E的意思说不对 像这个4是什么 这个4是max的 重量啊 g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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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energy 它的unit是在 so这样子哦 然后我就可以开始 换去等于 然后加一个k 然后乘m 再乘m v2 然后立刻找k 然后要找k这样找 放E 放m 跟v进去的话 题目一定会给的 然后他真的只有给他3528 等于k乘m再乘m 跟v2 m放什么 4v放什么 42 alright so 3528 来按计算机 4乘42 拿到 7056 so 7056 这样我是不是可以找到k了 so 这个是7056 然后k就为了你3528 乘丢过去变除啊 说3528 除跟7056 所以是1 over 2 不要忘记 不要忘记 写回 ok 记得做variation一定是这样子的 你不管他有没有在你找 你都是一样那个step 就换去等于k了 立刻找k 放回进去他就变成1的你什么 E就为了你1 over 2mv2 这样子 然后刚刚上一题我不是有跟你讲吗 当你写这样子写在中间就是他是 乘上面还是乘下面 他是乘上面 对吧 所以其实如果你这样子写的话 其实是什么 其实就是1的你mv2 over 2 一样东西 就是这个mv2是上面的 因为他是乘嘛 ok 可是还没有做完你看他要找什么 Calculate the mass 也就是想让你找m ok 因为mess是m 然后我用m来代表mess If the bullet generates 2780.33 joh of energy oh 这个2780.33 是 energy 所以E 用E来代表 energy 原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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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是2780.33 When traveling at 30 meter per second 我已经加了meter per second 是velocity的 unit 所以是speed speed是velocity 就是三十 Give your answer correct to three significant figures ok ok 他要你找m 当E是这个v这个啊 从这边做了 那就去这边 所以E放什么 2780.33 等于m放什么 m不知道 所以没有证情 不要放 然后乘跟v2 v是30 所以30 square over2这样 so 30 square 其实是900 900除2是45m 等于2780.33 这样我要找m 我是不是可以按2780.33 除45呢 2780.33 除45 2780.33 61.78 61.78 61.78 51 这样啦 so答案是哪一个 ABC还是D ABCD 那谁圈D错啊 谁圈D错啊 为什么 因为他讲 Give your answer correct to three significant figures D 这个是四个 四个significant figures 所以三个significant figures 所以答案应该是B才对 因为如果你这样子看的话 三个significant figures 一个是123 然后你看8 因为他是61.78 51 so 123 看下一个 它码是8 所以是61.8 所以为什么答案是B OK 这个才是正确的做法 OK 来 Let's go 38 OK OK 讲到很累啊 所以来 Let's go Table 6 shows individual income tax rate for chargeable income between 222 3 OK so这个是他的 rate means Julia's chargeable income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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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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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3 5 5 4 3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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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4 5 5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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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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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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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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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92-double-rebu 是11392 然后这个11392 OK写多一个1了 所以这个11392它是 再乘跟 for very good的就是你会乘跟3% OK3%是0.03 3%就是3除100 0.03所以你再按这个11392乘跟0.03 你就会找到 31.76 也就是说你的chukai 你的chukai total会是150 加跟31.76 所以你的chukai Pendabatan 记得 Pendabatan berchukai跟chukai 是不一样东西的 Pendabatan berchukai是 扣了那些什么tax relief tax exception那些就叫Pendabatan berchukai chuk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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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sar加chukai baki 扣掉rebu OK chukai dasar150加跟31.76 扣掉rebu 我今讲rebu有分两种 第种是sakkhak 第2种是那个 所以为什么zakard跟那个repaid400是最后才减的 所以他他有没有zakard有180 他有没有资格收到400块有 因为他的本来不单是低过35,000 本来不就可以 所以他有400 所以你把这个按钻就找到最后答案 哎 所以一起按150加3是1.76-180-400 呃-88.20 alright 所以我们一起scroll下去 我们看他的答案 -88.20 so 答案是A咯 wait 答案 ok你有没有试过啦 就是你给水费啊 或者给电费啊 或者你把Yachukai啊 或者你去Mary Brown买 order东西啊 然后那个bill啦 那个bill啦 他出来是negative negative2 ringgit这样 不可能嘛 是吧 不可能嘛 是吧 就是 没有个negative的嘛 你的bill出来是negative 就他给你钱啊 不可能嘛 是吧 你买东西 当然是你付他钱啊 对吧 你给他钱嘛 那有可能是他给你的 所以 其实你的chukai是0 ok 也就是讲 你不用给啊 因为他negative嘛 alright 所以我不会全A啊 答案是B的 对 给你明白吗 因为 哎你自己想哦 logic 哎你没有可能去starbuck 买 买那边 买一杯水的话 如果他charge你negative5 ringgit呢 不可能嘛 最多就是free给你不到 就是free给你 就是不用给RM0 不可能是他给你钱的 哎 不可能嘛 你mike coffee 他给你钱 不可能嘛 ok 有时候可能有event Christmas 他free给你 这样子啦 他不可能是 不可能会negative啦 ok 所以这样啦 他的概念是这样 来 39 it is given that the perimeter of equilateral triangle ok equilateral 又看到这个字了 我刚刚又看到 现在又看到 刚刚有一体也是这样啦 equilateral 每一边一样长 然后他的角度是666666 只是我觉得这一题没有不用到那个60 ok so perimeter of equilateral triangle is twice the perimeter of heptagon twice就是乘二的意思 heptagon是七角形 ok有七个脚叫heptagon the length of side equilateral triangle 是用X来代表 ok so X来代表 perimeter of X来代表那个 三角形的 side is 3cm longer than the length of side of regularheptagon 七个脚 1 oh excuse me 1 2 3 4 5 6 7 ok 画到很丑但是没有想起啦 可是他是 regular 所以还是一样长 所以有七个脚 可是他怎样用Y来代表 ok 所以每一边就是YYYYYYY 因为全部一样长 1 2 3 4 5 6 7 ok ok 然后 which of the following is correct matrix form to calculate value of x and y ok 这个时候你要读回了 你要读回上面多一次 so it is given that perimeter of equilateral triangle perimeter equilateral triangle so equilateral triangle 就是 X加X加X 这个是perimeter 这是三X 这个是perimeter of triangle so三X is twice the parameter so二乘 perimeter of heptag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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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Y the parameter 是Y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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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 是二乘7Y 所以也就是想 3X等于14Y ok 然后 还有呢 the length of side of equilateral triangle Xcm is 3cm longer than Y 什么意思 这个X ok 是3cm longer than Y 所以是3加Y 所以你直接看答案 A是这样 B是这样 C是这样 D是这样 他是不是要你做洗马丁 对吗 你看到这样子你就知道了吗 是洗马丁 就是什么 就是先排好位置先 ok something X 然后something Y等于号码 然后something X something Y等于号码 然后你才挂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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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于挂虎 然后写 写号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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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写XY这边号码号码 这样子 所以你要把它排成这个format先 XY等于号码 so 3X-14Y等于0 看到吗 XY等于号码 这个也是 X-Y等于3 你这样子做的原因是 你要把它排成XY等于号码 然后现在你就可以把 把这个 呃 canser下来 就变成X-Y等于3这样啊 然后你就 你就开始挂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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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挂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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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这边会写什么3 这边写-14 这个是1这个是减1 ok 因为是写来matrix method嘛 然后这个会写X 这个写Y 这个写0这个写3 soABCD答案是A 对吗 3-141-1 XY0-3 ok B不可以 因为它写0-3 ok C跟D更加不用看了 这个什么 6-7 更加错了 ok 所以答案 39是 39是A 终于到最后一题了 哇 我做了很久了应该 ok 好像做了很久了 我也忘记了我做了很久 我忘记看了 so来 last question let's finish it let's go given matrix 这个东西 as no inverse 阿拉玛 这个不是做了没 在slang ok slang 不懂第几题啦 slang 最后 哎呀 现在不能达到啦 但是 呃 哎呀 你们自己看啊 ok 我懒得开 好像是slang 最后 你可以看description 你一看description 你找 matrix 然后no inverse case no inverse case ok 我忘记了 我忘记是不是 我也忘记了是不是slang 总之做过啦 ok 但是没有相景 ok 你现在 你在这边听我讲的意思 ok 你就会记得了 ok so no inverse 是什么意思 ok inverse formula 比如讲有个matrix是abcd 这样要找他的inverse 就是要拿eover交叉 交叉 说eovera成 d 减跟b成c 然后a跟d要换位 b跟c要换方便 减b减c 这样子 alright 可是当他跟你讲no inverse哦 就是代表你会拿这个ad减bc 拿来等于0 然后顺便讲一下这个东西叫determinant ok determinant 要懂啊这个 啊 这个要懂 determinant 马来文是叫本年度 ok so为什么determinant等于0他就会no inverse 因为 1除0 2除0 3除0 你按计算机你按这个的话你会拿到 math error ok 1除0不是0啊 1除0是infinity math error 所以为什么 当这个东西不可以等于0 因为这个东西等于0就no inverse了 所以当他跟你讲2vw-1v加1 has no inverse哦 其实就是在暗示你这个东西等于0 因为只有这个东西等于0 这整个东西才会做不到 这整个东西才会没有答案 no inverse 因为infinity呢就变没有答案了 所以我会拿什么2乘v加1 减根v乘w-1 等于0这样 然后还要你express v in terms of w 就是找v的意思 所以我没有曾经我先称进去先 2v加2 这个也是称进去先 减wv-v-v-1是加v 因为减-减-加 然后还要找v in terms of w 把那些有v的放在一起 然后那些没有v的全部丢去另外一边 所以2v加v是3v-wv 这样既然这个2他没有v我丢过去另外一边 这样子 然后不要忘记你可以factorize 拿v出来factorize 就是现在3-w等于-2 factorize你就可以把这个 这个关系是丢过去变出 是-2除跟3-w 所以答案是 哎呦没有答案呢怎么办 所以你不要跑去圈 B啊 呃 对了答案是B 哎答案集圈是B 真的是B 因为刚刚我有跟你讲了吗 scro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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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t's go scro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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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在里面 呃 换复号换复号 换复号的 换复号的 呃 在里在里 找找找找找这找这找这不是不是 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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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t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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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边 刚刚是不是我也是做到2p加5 我我-9q 那我是不是跟你讲这个negative 你可以写上面也可以写中间也可以写下面你喜欢 so 2p加5-9q 他的另外一个version的答案是什么 -2p-5-9q 换复号换复号换复号 换复号 所以是D 所以如果你做D四舌你是做错的话 我建议你 按 check一下你的D舌器体 然后看我解释多一次D舌器体 你就会更加的明白了 所以你是可以换复号换复号换复号 就是也就是说 也就是说 这个negative 其实你是写上面吗 这个你要写下面也可以的 所以如果你写下面这边-3加W了 哈 就讲你可以换复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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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变2 这个3变-3-W so-3加W其实是W-3啦 这个你是可以写前面的吗 所以答案是B 对吗 2我们W-3 A不可以咯 C这个是什么呢 我都看不清楚 呃 看一下这个是 1啊不可以啦 W-2W的答案 答案是B ok finish 搞定 受功 ok so that's all for today I will see you in the next video alright 我肯定会做SBP paper1 我还不知道 我还在 plan着 so 去到这边 alright bye bye by bwd6 by bwd6 by bwd6